先会爱自己 再去爱别人 欢迎收听阅读茶坊 我与沈清和打小企 就是京城里人人赞誉的金童玉女 她是童评张氏家小公子 身姿如玉 精彩艳绝 十七岁就高中状元 是圣上钦点的提点行玉公事 而我的父亲是户部尚书 母亲是五威后之女 我文武兼修 九岁写就无成妇 素有京城第一才女之名 我二人门当户队 又是青梅竹马 双方父母早已为我们定下婚事 游记得我们成婚那天 十里红装浩浩浩商商 我身着亲自文秀的嫁衣 握住沈清和递来的童心结 许下白手不相离的诺言 婚后我与沈清和秦色和名 经中无人不艳险 直到沈清和奉圣上之命 搜查赈济银贪污一案 百万赈济银落到百姓手里 只余下二十万 圣上震怒 要求沈清和一个月内彻查此案 查不出官位不保 甚至人头落地 沈清和绞尽脑汁 案件却毫无进展 我见他日日苦闷 为了让他散散心 强托他陪我回府 见见娘亲 好巧不巧 他在尚书府 撞见一个鬼鬼祟祟的小厮 从那人身上 搜出了父亲与地方官员来往的信件 信中详细描写了 父亲交那官员 如何神不知鬼不觉的贪污银两 并约定三期分成 父亲身为户部尚书 掌管财政大权 向来是兢兢业业 勤勉万分 连我家宅邸 都比别的朝廷命官 轻谱几分 我不信父亲会做出 贪污振继淫这种事 只求沈清和仔细断案 万万不可冤枉了父亲 可事情 就是一点点糟糕了下去 被抓的小厮 一口笃定 是父亲让他去处理这些信件 还说父亲亲口强调要避开旁人 随后在搜查过程中 在尚书府后花园里 有人挖到不明地道 地下藏着五十万两白银 庄庄渐渐 直指父亲 深感鼻挺的父亲 一夜之间就塌了下去 他百口莫辩 只是一遍遍地念叨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是被陷害的 适逢一月之期 沈清和要入宫面圣 回禀此案调查结果 我跪在地上 求他找皇上 再宽限一些时日 案子还有重重一点 这小厮原是被父亲 卖掉抵债的苦命人 父亲救了他 让他入府当个杂役 才过上了吃穿不愁的日子 他被父亲救下入府 不过越鱼 父亲若真做了些什么 怎么放心 让这小厮去干 如此隐匿之事 信件也并非不能临摹自寄 存在栽赃之嫌 而那密道 那密道落满尘灰 珠网密布 看上去已经闲置多年 而贪污案距今不过数月 更何况 父亲买下这府邸才三年 或许是前人留在这的密道 我断断续续地说出心中疑虑 沈清禾却不为所动 眼下证据确凿 实难翻案 更何况 深北 圣上规定的时间到了 已经来不及了 他说 那天 我终究没能留住他 沈清禾撇下 趴在地上的我 坐上了入宫的马车 也就是在那一天 父亲写下绝命书后 为字证清白 撞死在了上书府门前的石狮子上 我赶回上书府的时候 只见到那狮子口中的咸猪 都被父亲的血染透了 父亲只有我一个独女 我强忍悲痛 如同行尸走肉般 操持着父亲的后事 说来可笑 京中那些达官显贵 因着贪污案 都不敢再与我家来往 父亲的灵堂前冷冷清清 只跪着我与娘亲 沈清禾想来陪我 被我静止赶出了上书府 就在出殡那日 父亲正要起灵 已经跪了三天三夜的娘亲 不知哪来的力气 猛地站起来 撞向父亲的棺果 那天大雨漫天 我没了娘亲 又过了几天 皇帝抄家 我连父亲的遗物 也没能留下一件 连我的命 都是沈清和向皇上求回来的 我报夕坐在上书府门口 不知该往哪里去 思来想去 无家可归 又身无分文的 我还是只能回了沈府 在后来啊 听说是狱中 牙抑闲聊时 谈起了上书府的种种变故 被那小丝听见了 那小丝突然跪地大哭 吵着要见沈清禾 沈清禾匆忙赶往狱中后 小丝承认自己 受人所托栽赃父亲 信件乃是伪造 沈清禾刚要追问 小丝却脑袋一歪 没了声息 狱卒掰开他的嘴 只看见牙缝中残余的一点毒药 之后一整个月 沈清禾都没有回来 许是觉得无言见我 左右我也不想见他 我忙着收拾自己的嫁妆 爹娘疼我 为我准备的嫁妆实在丰厚 够我几辈子锦衣玉食 我将铺面 地皮 首饰 锦断 都变卖了 换成厚厚的银两 存在钱庄 收拾好这一切 我拟了一封和黎叔 盖上手印 放在床榻中央 确保沈清禾回来 第一眼就能看见 然后 我带着自己的细软 趁夜离开神府来了属地 好在属地的日子 安宁又平和 将我心中如墨式的仇怨 冲淡了一些 一日日地挨过去 我恍然觉得 就这样耗过一辈子 也没什么不好 属地离京城远 消息也传得慢些 当我知晓 沈清禾在朝堂上 赴京请罪 救出奸人 替父亲洗刷冤屈的时候 已经是一月之后了 这是闹得沸沸扬扬 从京城到边疆 人人津津乐道 我坐在茶馆里 听别人添油加醋地 讲着我和沈清禾的故事 讲着父亲一生的经历 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却是我起起落落的人生 我本以为 下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可谁知 神通广大的沈清禾 这么快就找到了我 即便我隐姓埋名 刻意隐瞒了踪迹 这些日子里 我也想过 我恨沈清禾吗 似乎也不是恨 父亲的事 不能完全算他的错 奸人设下陷阱 我们只是都中计了 可父亲的死 又与他难逃干系 如果那时候 那时候他愿意再求求皇上 如果他查得再仔细一些 会不会就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父亲是不是就不会死了 可若是他真求了皇上 皇上曾定下一月之期 查不明白 就要了他的珠纱帽和脑袋 他又能如何 我一遍遍地想 我想不明白 我只是想躲开他 此生别再相见 于是我又悄悄搬了家 这次 我搬去了江南 江南繁华秀美 盛产文人莫克 我原有京城第一才女之名 如今在参加这些 驱水流伤的宴会 倒没了以往的闲情 去了几次就不爱去了 闲时拉着新认识的好友 四处游山满水 大寒时节 航程落了大雪 我约了友人相聚西湖 共赏断桥残雪 寒风瑟瑟 我们举杯供饮 直至日落时分归家 最久的我直接倒在床上 沉沉睡去 次日清晨 我打开门飞 见门前积雪 便知晓沈清禾 在门前站了一夜 为了躲塌 我又搬了家 第三次 我决定去塞北 我卖了江南的宅子 随一对商旅一路北上 便利山河壮阔 几个月后 我见到了大漠 在沙漠的一角 此行目的地 墨城静静矗立 迎接南来北往的商旅 恰逢旭日出生 满地金黄 我骑着马 踏碎一地金光 进了墨城 我选择 我选择墨城的原因 有二 一是墨城独立于朝廷信息网之外 于我而言 是一个不容易被审清和发现的好去处 墨城虽然名义上归顺朝廷 实则拥有极大的自主权 并不受中央直辖 城主寒冬颇有几分手段 朝廷安插的几拨探子 藏不了多久都被发现 寒冬均以雷霆手段处理 朝廷不敢再轻举妄动 二则是因为我曾在此地小住过一段时日 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我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五威侯 他曾驻扎在塞北 驻地提林墨城 与墨城城主寒冬交好 十二岁时 我曾经随祖母和母亲来看望祖父 寒城主极力邀请我们来墨城小住 我就在城主府待了半年 寒冬有个独子叫寒昭 与我同岁 调皮淘气人人皆知 我在墨城的那半年里 寒昭带着我掏鸟蛋 逛九四 闯军营 不大不小地惹了几桩火 长辈们不舍地打我 寒城主带我是客 也说我不得 只苦了寒昭 几乎是天天挨骂 日日挨法 几年过去了 也不知那个顽裤子寒昭 如今怎样了 我牵着马进了墨城 墨城地处交通要道 商旅南来北网 捎来各地的消息和实心的玩意 这里鱼龙混杂 也因此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活力 城中繁华热闹 街上人来人往 商户吆喝不绝 数年未至 墨城在熟悉中 又带着一点墨声 城门口我爱的那家糕点铺 已经被首饰店取代 再也吃不到此间清甜的绿豆糕了 再看这桥上 几个五六岁的孩童跑跑跳跳 又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姐姐 你好漂亮啊 当中一个小女孩拿着一串冰糖葫芦 跑到我身边来 仰着头和我说 我笑了笑 弯下腰想捏捏她圆鼓鼓的脸颊 却忽然觉得身旁一阵风掠过 随后腰侧一清 我随手一摸钱袋 已经没了 扭头却见一道鬼祟的身影 穿梭在人来人往之间 将要溜至大吉 我连忙将马附在桥边树上 眼见小偷的身影将要隐匿在人群中 起身追了过去 这小偷许是学过武功 轻功灵活 我追得不算轻松 途中他几次回头 见我紧追不舍 索性调转方向 钻向人多的城中央一带 试图借助来往的人流 摆脱追踪 原本空旷的城中央 搭了一个戏台子 有个人站在上面说着什么 戏台周围挤满了围观的看客 小偷一头扎进了这群看客之中 身影腾转 我连忙快步冲上前 也钻进了人群之中 我见小偷就在眼前 一个剑步伸手去抓他 却不知怎地 身边开始喧闹起来 哎 他想上 大家都让让 让他上去 先是一个大叔推了我一把 随后越来越多的手推扫着我 大家让条道出来 都让让 都让让啊 无数双手涌动在周围 试图将我推到台前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眼见小偷离我只剩一臂之差 火气疼地慢了上来 我试图拍掉众人的手 怎么回事 我在抓偷我钱袋的小偷 小偷要跑了 你们快帮帮忙 别推我 啊 别推了 我拼命挣扎 但没人听我说话 我被大家簇拥着向前走 还被扮了个猎切 再抬起头 只能眼睁睁看着小偷 消失在人群里 而我 被众人推上了戏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带着暴怒 瞪向戏台上站着的那个人 我万万没想到 此刻台上站着的 居然是个熟人 莫成少城主韩昭 韩昭认出了我 从他快要咧到 后脑勺的嘴角上 能看得出来 但他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 后退一步 与我拉开距离 客套地弯腰作一 道 姑娘先请吧 我满头雾水 咦 姑娘上了台 却不知道规则吗 韩某在此比武招亲 有意于韩某的姑娘们 都可上台 与我一较高下 只要赢了韩某 我们就拜堂成亲 姑娘线下系上了这比武台 就得和韩某切磋切磋 韩昭眉眼弯弯 笑得活像个狐狸 我盲解释道 我刚才在捉贼人 被诸位误会推上了比武台 实则无意参加招亲 都是一场误会 在这里给韩公子赔个不是 我双手抱掌前推 赔礼道歉后 就想往台下走 韩昭忙不迭剑步 拦在我身前 挡住了我的去路 韩昭道 姑娘 不论是何缘由 上了这比武台 可就不能反悔了 我话说的客气 是韩公子武艺超群 小女子甘拜下风 韩昭眉心微醋 不满地说道 韩某可不是任凭姑娘 随便应付的 我看姑娘打扮也是江湖人士 行事作风一点也不爽快 可是看不起韩某 怎么还不开始啊 快点啊 姑娘逗上了这比武台了 就别磨磨蹭蹭的 就是就是 台下看客纷纷起哄 将比武台围的水泄不通 催我和韩昭赶紧比上一场 我见逃走无望 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点头硬下 既是赶鸭子上架 那鸭子也只能应付过去 我心底暗自盘算 韩昭身为末城少城主 打小习武 游记得十岁那年 他身姿灵敏 能躲过重重士兵守卫 待我闯进军营 多年未见 他的武艺 应当精进了不少 若是我俩都认真 比试一场 我不是他的对手 但 看着人不怀好意的样子 有放水嫌疑 我手上再留几分力 总要显得略逊一筹 给彼此几分薄面 十八班兵器陈列在侧 我和韩昭各自挑了一样 我擅使长剑 选了一柄轻巧的剑 韩昭挑挑剑剑好久 只拿了一把匕首 带武器选定 我与韩昭站于比武台两侧 相对而立 行抱权力 请 请 长剑出鞘 我缓缓平住气 眼睛盯着对面的韩昭 不敢放过 他的一举一动 韩昭神色严肃 右手紧握匕首 手臂肌肉凸起 双腿弓不站立 像一头伺机而动的猎豹 露出尖锐的獠牙 周围煞时安静了下来 喧哗的人声掩其息鼓 只听得大漠的风卷过旗帜 烈烈作响 疏然 韩昭动了 好快 他的身体爆裂如火焰 行动却灵活似鬼魅 闪电般窜到我身前 不足两尺处 一眨眼间 韩昭高举匕首 正朝着我的肩膀 狠狠扎了下来 我反应不及 心中慌乱 手中长剑下意识地往身侧一挡 却不料 韩昭直接向后一窜 手中匕首轻飘飘落下 顺势撞在我的剑上 钉 匕首被我手中长剑打飞 落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声响 我瞠目结舌 我没想到 他看似来是汹汹 却直接弃了兵器 这样明晃晃地放水 韩昭真是脸都不要了吗 韩昭却一点也不觉得羞耻 他立于台上扶掌大笑 哈哈哈哈 姑娘好伸手 竟能一招致敌 韩某输得心服口服 台下不明所以地看客 纷纷鼓掌叫好 韩昭上前几步 走到台前 向众人作医示意 择日不如撞日 韩某今日就同这姑娘拜堂成亲 各位若是有空 请一步成主府官礼 江武 台下一青年文声上前 你快回去禀告父亲 让喜教 喜婆素素准备好 我这就带新娘子回府 我被韩昭拉进马车 车外人声宣沸 恭喜之声不绝于耳 韩昭满脸喜气 掀开帘子一一回应 同喜同喜 记得来成主府喝喜酒啊 我把他拽回马车里 踢头盖脸就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韩昭夸张地举起双手 一副我投降的模样 你别气你别气 听我解释 我面无表情 别说废话 韩昭立刻脸了神色 双手置于膝上 一板一眼地回道 我已若惯 却还未成婚 家父催得及 我同他说 我喜欢武艺高强的女子 因此摆了这比武招亲台 允诺只要有哪个姑娘赢了我 我就同他成亲 墨成上舞 习舞的女子也不少 你堂堂墨成少城主 姑娘们岂不是 前铺后继上这比武台 确实 韩昭心虚地摸了摸鼻子 可是他们都打不过我 我气劫 我也打不过你 韩昭眼珠子四处游走 独独不敢看我 台上你这不是赢了 那是你故意让我 说吧 为什么放水疏我 韩昭收起顽固子弟的神色 挺直腰杆 看着我的眼睛认真说道 因为我心悦你 我忍无可忍捶了下他的脑袋 韩昭可怜巴巴地捂着脑袋 委屈地说 我是真心的 我不想听他说这些玩笑话 这个顽固子弟大龄未婚 横竖是想拉我挡婚 可我身份尴尬 拒绝不是他的良配 我柔柔讹脚 实在觉得头疼 怎么这么大了 还是孩子心性 韩昭 你我已经多年未见了 你不知道 这些年里 我已经成过亲 有了夫君 沈清禾 你不是已经修了他吗 我心中一惊 你怎么知道 他勾勾嘴角 这是闹得沸沸扬扬 也早已传到莫城 你既然已经与他断绝婚约 那为何不能嫁给我 我 你来莫城 是想夺沈清禾吧 我帮你避过沈清禾的追踪 你也帮帮我 同我成亲可好 还没等我回答 韩昭已经凑上前来 实不相瞒 我是有心悦的男子 可我们为世俗不容 我心已死 又不想随便成亲 耽误一个姑娘 我俩实属残花败柳 不如凑成一对 我亚裔 你竟有断绣之痞 韩昭面色如常 你小点声 怎么样 做不做这个交易 我就这样 被韩昭拖回了城主府 他将我往韩城主面前一推 喜滋滋地说道 我把儿媳妇给你带回来了 我与韩城主多年未见 但时间似乎并未在他身上 留下什么痕迹 他依旧封神俊朗 有着不一般的气度 许是见惯了韩昭胡闹 韩城主没有半分惊讶 笑着汉首接受了 我这个儿媳妇 还催我们快些准备 别误了及时 韩昭当真是打算 今日结婚的 城主府处处张灯结彩 大红的喜字 胡的到处都是 仪仗队站在前院 叙事待发 万事俱备 只欠新娘 蒲从水一般涌上来 围住了我 先是两个婢女替我更衣 大红色的喜袍裹在身上 又有几个婢女 上前替我梳妆 贴花垫 苗朱唇 金银朱钗 带得枕头满满当当 我晃了晃脑袋 险些折了脖子 还没等我细看 镜中自己的模样 红盖头就盖上了脑袋 我被婢女扶着往外走 不知走了多久 才瞥见同样大红色的衣角 韩昭也准备妥当了 在漫天漫地的红色里 韩昭将童心结 递到我手心里 我微微低头 贴见她骨节分明的手 和手心因常年习武磨出的茧子 恍然间 我似乎回到了同沈清和结婚的那一天 同样的喜气洋洋 同样的锣鼓喧天 只是今日的我心中平静如死水 再无往昔悸动的涟漪 刚刚在马车上 我与韩昭约定 做个表面夫妻 她护我在墨城 躲过沈清和的纠缠 而我帮她掩盖断秀之事 我回过神 捏住童心结的异端 和韩昭并肩走向礼堂 站在礼堂中央 礼堂里挤满了人 墨城的民众听说 大龄未婚的少城主 总算要结婚了 围在城主府门前 想看热闹 韩城主也是个大方人 索性开了府门 让城民都进来沾沾喜气 在一团喜气洋洋里 喜婆扯着嗓子喊 一拜天地 我与韩昭朝着天地一拜 二拜高堂 堂中原来该有我的双亲 今日却只有韩城主与韩夫人 笑得开怀 夫妻对拜 这一拜之后 我与韩昭的夫妻身份 自此坐实 我不由的感慨 世事变化无常 朝着韩昭深深一拜 礼 成 静岳高悬 喝得醉熏熏的韩昭才 盘山进屋 我早就等得眷了 停退下人 自己摘了盖头 坐在桌边偷吃点心 韩昭瞧见我 亮亮呛呛地走过来 一只手揉着太阳穴 另一只手扶着桌子 坐在我身侧 他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两颊通红 头一歪 靠在我的肩上 我怕他摔倒 胳膊抵住他倾斜的身体 他顺势还住我的胳膊 脑袋轻轻蹭了蹭 像老虎收起疗牙 温讯得仿佛是一只 软绵绵的小猫 韩昭闭上了眼 似是在养神 口中嘟囔道 让你久等了 那些人总缠着我不 让我脱身 我想早点回来看你的 你等咽了吧 我笑笑说 无妨 深北呀 深北 嗯 我没想过 还能有这一天 我轻轻妈撒他的病发 缓缓说道 我也没想到过 深北 你能再盖上那个盖头吗 我想给你掀一次红盖头 好 我坐回洗床上 盖头下 我看着韩昭一步步走过来 每一步他都走得很慢 很扎实 直到在我面前站定 欲如意轻柔地挑开盖头 我抬头撞见他亮晶晶地 盈满喜悦的眼睛 韩昭郑重其事地说 夫人 今后请多多指教 我灿然一笑 韩昭也不知喝了多少酒 掀完盖头 就一头栽倒在床上 我替他煮了一碗解酒汤 再回到卧房的时候 床上满是凌乱的花生枣子 韩昭人却窝在窗边的贵妃榻上 我轻轻咬醒他 韩昭 你怎么躺到榻上来了 先醒醒 喝了这碗解酒汤再睡 韩昭迷迷糊糊地抬起脑袋 从我手中接过碗 你回来了 我刚刚不知怎么的 就睡着了 今晚你睡那张床 我睡榻上就行 晚上好好休息 明早我们要去拜见父母 我和他们打过招呼了 晚点也无妨 他困得眼睛都睁不开 嘴里还在絮絮叨叨地关心我 听到我一一应下 才接过解酒汤一饮而尽 韩昭把空碗递给我 我接过碗放在桌上 在转身的时候 他又睡着了 韩昭睡得很安静 大红色的洗袍依旧穿在身上 许事有点冷 他双手抱胸 宽大的袖袍塞到叶下 整个人色缩在一起 我在屋里寻了一块毯子 仔细给他披上 才吹熄灯烛 上床就寝 折腾了一整天 白日发生的事情 如走马灯般闪过 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第二日 一向早起的 我竟睡到了日上三杆 在侍女含笑的眼神里 我急急忙忙梳妆穿衣 韩昭早就收拾妥当 坐在一旁悠闲地喝茶 还指点侍女 替我选了一身香飞色的衣裳 我问韩昭 你怎么不早些叫我 线下误了请安的时辰 二老该等急了 韩昭端起茶盏 贴去表面浮沫 清措一口 才慢悠悠说道 不用急 爹娘说你昨晚累坏了 想让你多歇息一会 他这话音一落 满屋的奴婢笑作一团 我又气又恼 又不能和他争辩 只能瞪了他一眼 韩昭只装没看见 眼神四处乱飞 唯独不看我 是女替我插上最后一只簪子 韩昭起身来扶我 我顺势挽上他的胳膊 看不见的袖子下 我用力一宁 韩昭深吸一口气 强撑着微笑 假意抚摸 附上我的手背 手指死死按住我的手 不再让我动弹 真不愧是假夫假妻 我轻哼一声 指尖泄了力 咬着牙低声说道 时间仓促 今日先饶过你 他笑得春风满面 那就多谢夫人了 我挽着他到前厅的时候 韩城主和城主夫人 已经用了早膳 我与韩昭一道 给二人献茶 韩夫人接过茶盏 欣慰地笑了 他抿了一口茶 将茶盏放在一旁 拉起我的手叮嘱道 韩昭这孩子 总念叨着不想成亲 托得了这么多年 线下总算肯成亲了 我只盼你们夫妻恩爱 好好过这一辈子 我甜甜地硬了 和韩夫人说了几句梯极话 我自小在官家长大 进退举止皆是落落大方 韩夫人对我很满意 直夸韩昭娶了个好媳妇 韩昭笑得一脸骄傲 腰杆挺得笔直 说道 所以说呀 娘 比武招亲可不是什么馊主意 你看我给你娶来的儿媳妇 不比之前给我像的那些姑娘要强 韩夫人性子温和 只是略带称怪地拍了拍韩昭 娘看你一直不娶妻 心里着急 她又看向我 深北是个好孩子 你小时候来墨城的那会 我就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 还问了你娘 愿不愿意和我家结为亲家 你娘说全看你的心意 后来你们回了京 这是不了了之 谁能想到啊 韩昭这孩子还有机会娶你 我心里真是欢喜 献完茶从前听出来 韩昭浑像支开了瓶的孔雀 抖擞全身的羽毛 一颠一颠地迈着步 我问她怎么这么开心 她不假思索 我再也不用被催婚了 我问你既然是断秀 可曾喜欢过谁 韩昭眉头皱成一团 过了好一会 才吞吞吐吐说了一个名字 许之言 许之言的父亲许温茂 是城里有名的夫子 办了一家私塾 韩昭从小在那私塾上学 和许之言一起长大 他们一起读书习字 一起调皮捣蛋 时间久了 竹马与竹马之间暗生情愫 可惜这段感情为世人不容 如今许之言也已娶妻生子 她只好断了念想 我感慨到 真是个好故事 我把它写成画本 卖给城里的戏班子 将你们的故事日日传唱可好 韩昭斩钉截铁 不好 我扼腕叹息 为这世人不容的爱情 感到遗憾 婚后第二日 她兴高采烈地拉我出门逛逛 说让我看看 墨城近些年的变化 我随她出门 可我们逛着逛着 就到了薄熙方 墨城最大的赌方 我不禁感慨 八年过去了 韩昭还是我记忆中的 顽固子弟 赌方里人声鼎沸 小丝一见韩昭眼镜 都亮了 韩昭随意摆了摆手 示意她不用管我们 拉着我挤进赌桌 桌子中央 三个头子静静躺在 中座之上 面红耳赤的赌徒们 撒下一把把碎银 一双双手砸得赌桌 咚咚作响 声嘶力竭地喊着压住 颈尖倾金抱起 庄家站在正中央 示意众人快些下注 韩昭附在我耳边低声问道 压大还是压小 我不懂其中门道 随口说了句压小 韩昭给庄家抛去了 二两银子 压小 庄家干错俐落 划走银子 清点完堵住后 庄家盖上骨盖 拿起桌上的头骨 右手上下翻飞 头子清脆的撞击声 被淹没在众人的嘶吼里 咚 头骨落在桌上 庄家开宝唱钟 三枚头子共计七点 倒压对了 真是小 周遭笑声混杂着乌言惠语的咒骂 韩昭美滋滋地拾起赌赢的钱 仔细清点了 又丢进去二两银子 再来 他拉着我在赌桌间杀进杀出 一下午净赚了几百两银子 直到傍晚 韩昭总算是收了手 颠着迎来的银子 牵着我大摇大摆地走出薄西方 走在街上 他大手一挥 豪爽地说道 想吃什么 我请你 我忍不住问他 你日日这样寻欢作乐 韩城主都不管你 韩昭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谁说 我日日寻欢作乐 我回他 你赌计精湛 又和赌方里的人甚是熟络 显然常去赌方 韩昭手一抖 钱袋落在地上 叮当作响 他却没管钱袋 表情看起来非常悲伤 我只是想带你出门逛逛 又不知你喜欢什么 早上出门问了几个兄弟 他们都说 你没见识过赌方指定新奇得很 我轻叹一口气 能想出比武招亲的韩昭 确实不能以常人来度量 新婚第三日 韩昭说 要带我去布庄桥桥 给我做几身漂亮衣裳 我怕他 又带我去歇三教九流之地 一口回绝了他 他一下子垮了脸色 不依不饶缠了我许久 直到我被问得烦了 反问他道 你让我见见许之言 我就同你出门 你可答应 没想到韩昭一口答应 好 等衣裳做成了 我就带你去见许之言 我来了兴趣 嗯 过几日是许夫子大寿 我携你一道去许府拜寿 但你见了许之言 不准提断秀的事 成交 韩昭牵着我去了墨城最大的布庄玲珑芳 玲珑芳的秀娘们手艺精湛 文秀饰样新奇 琳琅满目的布料让我挑花了眼 当中有一匹天青色的天之锦 触感绵密 隐约可见病地连暗闻 颇是华贵 我不由得多看了两眼 韩昭拿起那块天之锦递给掌握 拿两匹这个料子 给我和我娘子各做一身衣服 掌柜接过料子 笑呵呵地说道 好嘞 此时我正伸手 去取架子上的一匹锦色云锦 听见这话扭头问韩昭 你为何要选与我一样的料子 韩昭就站在我身后 他手长脚长 毫不费力地拿到云锦 我想和娘子穿同个式样的衣服 让旁人一眼就认出来 我们是夫妻 掌柜赞道 公子和夫人真是恩爱啊 我不吭声 韩昭已经有些飘飘然了 随手又捡了几匹料子 我眼见掌柜手中越落越高 忙扯住韩昭的手 让他别拿了 韩昭看了我一眼 颇有些不情愿地说道 好吧 那就听夫人的 掌柜笑得眼角都起了褶子 清点完数量 我掏出钱袋想付钱 却被韩昭抢了先 捏着钱袋 我突然想起小偷的事 向韩昭抱怨 我来墨城的第一日 钱袋就被贼人偷了去 就因为你那比武招亲 害我没抓到小偷 白白亏了不少钱 幸好我还留了些贵重的银票 随身带着 才不至于身无分文 我越说越气 忍不住捶了下韩昭 韩昭接住我的手 善善笑了 摸了摸鼻子 没再说什么 许夫子大寿 许之言亲自送请柬 来了城主府 可惜我那日不在府中 就这样错过了 我对许之言这人 着实好奇 我想知道是怎么样的人 能让韩昭舌心 乃至抵抗父母之命 聚婚多年 玲珑芳定制的衣裳 早已呈在暗头 锦色云锦 绣满绣球花的土样 大团大团的花瓣 像是簇拥着春光 我闲着饰样过于娇嫩 韩昭却早早换上了 铜色的礼服 挡住我欲伸向 其他衣裳的手 将衣服塞到了 更衣侍女的手里 锦色浅淡 适合女子 但在韩昭身上 静也不违和 她虽常年习武 肤色却仍是白白净净 官发高碗 身姿修长 一身锦色 月发衬得她眉目如画 也捎带着 添了几分少年之气 我突然就生不起气来 终是碎了她的意 韩昭眉眼弯弯 一约携我祝寿 马车停在徐府门前 我掺着韩昭的手下了马车 徐府门口有一人 正在迎接四方宾客 他约莫若冠年华 这一席竹青色长袍 身姿鼻挺 气质浊然 见眉心目下 挺鼻如风 薄唇微敏 拢住少女怀春 她只是站在那 却让我第一次明了 鹤立鸡群的意味 韩昭朝她拂了拂嘴 诺 那就是许之言 许之言在人群中 一眼就瞧见了我们 她快步走了过来 右手成拳轻垂寒昭的胸口 杨怒道 你小子 藏了这么些天 可算是带着夫人来见我了 转向我时 她又恢复了彬彬有礼的模样 幸会幸会 在下许之言 同寒昭是多年至有 我微笑着汉首 面上不动声色 脑子里却是翻江倒海 他们二人身量相仿 模样出众 站在一起 倒是真的般配 再看他们举止言谈 如此亲密 我 我不由得多想了 许之言还要在门口迎客 我们只是简单客套了几句 韩昭挽着 我先入了徐府 我扯扯韩昭的衣袖 轻声说道 许之言可真是好看啊 难怪你痴恋他这么些年 韩昭倾咳一声 当心旁人听见 我进了声 我们二人闲逛至徐府花园 有人找韩昭商一些公事 韩昭同我交代了一声 让我在此处等他 徐府的花园不大 却很别致 小小的一方天地中 假山与池水错落有致 我在池边寻了个座处 看池子里的红礼悠游自在 春光落在身上 晒得人懒懒散散 我已靠在栏杆上假妹 耳边不知不觉间 窜进来几句闲言 诺 那个就是韩昭刚过门的夫人 模样倒是不错 难怪少城主喜欢 听说武功很好 比武朝七那天 当场打赢了少城主 才入的城主府 要我看 韩昭那比武朝亲 就是个笑话 堂堂莫成少城主 娶个只会打打杀杀 又来路不明的人 真是一笑大方 这一声突然拔高的嗓音 尖锐又刻薄 在平和的氛围里 分外突出 周遭热闹的交谈声 瞬间停了 他们大约是以为我睡着了 却没想到 风将碎雨都送进了 我的耳朵里 这些闲言碎语 在我意料之中 我没打算理会 和睦养神 全当是没有听见 韩某之期 王小姐甚言 韩昭的声音如平地惊雷 激起波涛 那些世家小姐 瞬间进了声 我睁开眼 韩昭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了 正一步步朝我走来 将那些好奇的 探究的 略带敌意的目光 统统挡在身后 那位王小姐的怒意 涌上脸颊 她气得满脸通红 眼睛死死地瞪着韩昭 半晌 她终究什么都没说 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看热闹的人们 见主角离场 也随之散了 徐府派人来请众人入席 韩昭代表 城主府出席 坐在上位 我坐在韩昭身侧 一道应付各色人物的 寒暄客套 寻常艳乐 酒里生皇 酒一杯杯地递给我 韩昭都替我挡了 宾客夸她海量 我却眼见她脸上泛红 脚步虚浮 显然是醉了 你别喝了 我自己能喝 我小声附在她耳边说道 没事 我还没醉 别逞强 身体要紧 你醉了 我怎么带你回家 不碍事 随便 随便让支言给我找肩房将就一晚 她说着说着 语速越来越慢 身子倾倒 脑袋靠在我肩上 韩昭醉得深了 还念念不忘 许支言的情意 实在让我动容 我挺直了腰 努力让她靠着更舒服些 夜色渐深 宾客三三两两散去 韩昭已经成了桌旁的一滩烂泥 我不好当着众人的面 拖着烂醉的韩昭离开 就挨到了最后 喧闹的宴席渐渐空了下来 桌上杯盘狼藉 酒自清体 许支言送走一波波宾客 最后才携夫人来找我和韩昭 宴席繁忙 方才未能正式介绍 这是我的夫人姜婉 姜婉是一个长得 有江南特色的美人 夫若宁之 眼似原性 她大概是大户人家 骄养的小女儿 眼眸扑扇间 还带有少女的娇憾 姜婉见了我很是欣喜 你就是韩昭的新婚妻子申北 果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也难怪韩昭念念不忘这么多年 苛苛 许支言倾咳一声 江婉似是发现自己失言 失措地挽住许支言 目光闪烁 许支言轻轻拍了拍她的手 以做安慰 看似随意地将此事接过 夜色已深 我让府中小厮送你们回去 好 我心中暗自记下一律 面上纸装无事发生 第二日 韩昭悠悠转醒 就遇上了我的严刑拷打 我趁她醉酒 将她手脚捆住 用绳子附在榻上 在韩昭惊恐的目光中 我取出随身带的短剑 拿了块帕子 细细擦拭 过了好半晌 才不慌不忙道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韩昭愣住了 啊 王小姐 是怎么回事 韩昭像是松了口气 她呀 她叫王曼清 城中王家小女儿 王家从商 颇有些资产 她又是千娇百宠的妖女 养成了娇纵的性子 王曼清恋慕我多年 王家家主也曾与父亲商谈过我俩的婚事 我执意聚婚 这时便拖了些年 王曼清拖得过了试婚的年纪 对我有些怨对 倒真是让我猜中了 那日王曼清的嫡意 与韩昭的不留情面 怎么看都像是有些故事在其中 韩昭多年未婚 有些桃色情谊倒也正常 我微微汗手 韩昭以为自己逃过一劫 讨好地问我 夫人 我都已经如实交代了 这绳子 是不是可以给我松了 不行 还有件事没问呢 昨日你喝醉之后 我见了许之言的夫人江婉 她说你爱慕我多年 我想到自己自从来了莫城 稀里糊涂地同你成婚 虽说是各取所需 但细细想来 装装渐渐 仿佛都身不由己 我顿了顿 眼刀飞向韩昭 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 韩昭呼吸一致 饶视她强装镇定 眼中还是泄出几分慌乱 我步步逼近韩昭 又膝抵在榻上 手揪住她的衣襟 俯身凑近 韩昭的目光直直看着我 在短暂的慌乱后 她第一次露出了 震惊严肃的神色 眉头微微皱着 薄唇紧敏 一言不发 我不说话 就这样看着她 她终于打破 这漫长的沉默 是 我不喜欢许之言 我爱慕的是你 六年前朝朝暮暮地相处 你的一贫一笑 都刻在我心上 你离开末城的那一天 我满心不舍 但又无可奈何 我早要求母亲 去找令堂商议我俩的婚事 令堂只到你还小 也不舍得你远嫁 你回京之后 我有意考取功名 入京为官 但被父亲拦下了 她说 我身为韩府独子 和墨城少城主 要担起这一城百姓的未来 绝不可意气用事 为了情爱 致大义于不顾 我难以违抗父命 就被困在了墨城 墨城在京城里 安插了探子 我让他们也捎带着 打探你的情报 我从别人的口中 知晓尚书府巨变 你成亲又合理 我终是按捺不住 骑马冲向京城 想带你回墨城 可我才走到一半 探子回报 失去了你的踪迹 我只能孤身回了墨城 又过了一年 父母催得急 我就摆了这比武招亲台 允诺哪个姑娘能打赢我 我就同她成亲 比武台落成的第七天 我在台上看到了你 你说 我怎么能错过你 韩昭的万般柔情 凝成她眼中小小的我 她抬起头 慢慢凑向我的脸 一点一点 韩昭的脸在我眼前无限放大 我闭上了眼 咚咚咚 敲门声突然响起 打破这一世的温存与静谜 少城主 城主有事找您 我仿若梦中惊醒 慌忙从床榻上弹起 站在一边 不知手脚该往哪里放 只觉得浑身的血都涌上了面颊 韩昭不自然地倾咳一声 提高声量回应门外的小丝 好 我马上就来 话音刚落 她的眼神扫过手腕 带着一丝无可奈何 我手忙脚乱地替她解了绳子 韩昭从床榻上翻身而起 换了一身外服 匆匆忙忙竖起官发 我帮她整理衣冠时 余光瞥见她腕上一道红痕 暗到自己有些过分 韩昭显然也注意到了 她安抚式地笑笑 拉长袖子盖住腕间 牵起我的手 同我认真叮嘱道 我马上回来 等着我 韩昭这一去就是两个时辰 她回来时面色很差 像是天边的云翼都聚在了她的脸上 转身就进了书房 还兵主不允许任何人打扰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 也不敢贸然去叨扰她 闷在卧房里看了一天的书 可脑子里总盘旋着她白日里说的话 一整天也没几个字能钻进脑子里 熬到月挂天边 漫天星光坠在夜幕上 韩昭书房中的那盏灯烛 仍散发着盈盈光亮 我等啊等 等到韩昭随逝的小厮扣响卧房的门 少城主今夜歇在书房 他请您早些休息 不必等他了 我早已困得迷迷糊糊 听了这话也就吹熄灯烛 先行歇息 许是心中有些挂念的是 这一觉梦中竟是些鬼神之事 我梦到恶鬼纠缠 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得 眼睁睁看着一团黑暗铺天盖地涌了过来 将我吞噬 无数恶鬼扒住我的身体 粘稠的枝叶顺着它们的骨架缓慢躺下 滴落在我的皮肤上 而后呼得变换成深红色的血 鲜血触及之处 我眼见皮肤慢慢退化成惨白的颜色 如冰凉的瓷器 了无生机 同时 我逐渐失去皮肤的触觉 眼睁睁看着自己变成 一座透白又死气沉沉的雕像 魂灵从体内剥离 尖锐的恐惧刺醒了我 我猛地坐起身 手斧着胸口 大口喘着粗气 试图按捺下 跳得快要跃出胸腔的心 怎么了 可是梦眼了 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韩昭不知何时回了房 他急步走到我的踏边 轻拥我入怀 右手安抚似的拍打我的背部 一下又一下 不怕 不怕 有我在呢 他的手掌宽厚有力 我可以清晰感受到 掌心的温度渗透衣物纹理 一点点抚平我心中的恐惧 过了好一会 见我慢慢平静下来 韩昭到了一杯温水递给我 一杯温水下腹 又如山泉叮咚 慢进四肢百骸 温润心体 韩昭温声问我 方才梦见什么了 我梦到恶鬼缠身 摆脱不得 韩昭的手呼地顿了一下 声音低沉下来 有件事 我得告诉你 怎么了 今日刚接到消息 朝廷前使为我新婚赐礼 使者已经在来墨城的路上了 我不以为意 例行公事罢了 倒也正常 沈清禾当朝求请为使 圣上允了 什么 我心中一惊 难道这么快就被沈清禾发现了踪迹 韩昭握住我的手 斩钉截铁道 放心 我能护住你 一月后 朝廷前使来访的消息 早已传遍墨城的大街小巷 在城主寒冬 统治墨城的这些年岁里 朝中官员鲜少来访 对墨城百姓而言 金官可是稀罕得很 据传 墨城少城主成亲的消息 传至皇城时 恰巧皇后 诞下嫡子 因这喜上加喜的缘故 龙心甚悦 赏赐韩昭大批珍宝 由使者亲自护送至墨城 而今天 就是使者到达墨城的日子 墨城万人空下 城门口人头攒动 韩昭朝早早随父亲在城门处 等待沈清和一行 而我对外称病 悄然搬至府中 一处偏僻角落 日日待在这处小小宅院里 绝不迈出门一步 只是贴身是女思云 还不过窦寇年华 对这些热闹都新奇得很 我不愿拘着她 就允了她出去看看 不一会 思云面带飞色地从外头回来 兴奋地和我说 少夫人 朝中来的使臣可真是好看 她穿着一身月白色长衫 眉目如画 身姿如玉 真像是天上的仙人 我硬喝着笑笑 没再说什么 自我写下和黎叔 沈清禾过得如何 同我再无干系 当晚 韩昭为沈清禾 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接风宴 偌大成主府 为这场宴席忙忙碌碌 饶使我宅院偏僻 也能听见远处人声宣废 思云的心又痒了 却还有些触我 强装漠不关心的样子 却连我茶盏空空也没发觉 人事还在这 心魂早就飞到了宴席上 我给自己倒了杯水 让他出门替我打探消息 他洗上霉烧 开开心心出了门 过了一个多时辰 又蹦蹦跳跳地回来了 叽叽喳喳和我说到宴席当中发生的事 今日宴席 城主和少城主都在 少城主平日里不怎么喝酒 今日兴致可好了 一直给沈大人敬酒 一杯接一杯下肚 沈大人都醉了 对了对了 沈大人他在席上 还问到少夫人您呢 少城主说您身体有样 不宜见客 沈大人说 那您安心养病 他不来就打扰您了 皇上赐了少城主不少珍贵的药材 让少城主都拿来给您治病 思云眼珠子咕噜一转 小心翼翼问道 哎 少夫人 你为什么要避着沈大人呀 我摇了摇头 没有回答他 他见我兴致缺缺 立马就尽了声 我敲敲桌子 他这下倒是反应过来了 立刻给我续上一杯茶 我戳着清茶 思绪已经挑到了另一件事上 沈清禾究竟为何自请来墨城 我来墨城前 为甩掉沈清禾 十分小心地抹去了自己的行踪 离开江南的那天 天刚蒙蒙亮 我去市集上随意寻了一对商旅 随他们一同来墨城 一路上也都有乔装打扮 无人知道我的身份 若是沈清禾知道我在墨城 除非 他在墨城有探子 可沈清禾在席上的一番话 似乎又不知道 韩昭夫人是我 若是沈清禾不知我在墨城 他又为何要来 堂堂当朝 提点行御公事 为一小小城邦的少城主 亲自跋涉千里 于情于理都难以解释 除非是有人要他来的 那个人是谁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种种一律盘旋心中 我又添了几分担忧 接下来几天我都没见到韩昭 他日日陪着沈清禾在城里晃悠 今日骑马射箭 明日游圆赏花 宴席一场接着一场 没有一天得空 倒显得我像是独守空归 这个念头把我自己给逗笑了 这才几天不见韩昭 我怎么就成了深归怨妇 我摇摇头 甩掉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 继续手上的针线活 夏日已至 蚊虫又多了起来 天天寒昭昭虫 总是被咬一身包 回来缠着我撒娇 正好最近得空 我想替他绣个药囊 那里放一些艾叶 白纸 丁香 可以随身带着乙壁蚊虫 夏夜闷热 我摊凉场着四面的窗户 风解了暑气 却吹得灯芯飘摇 火光时饮时现 肺炎得很 屋外之了叫得吵闹 吵得人心声烦闷 我柔柔酸色的眼睛 轻叹一口气 思云 再给我拿盏蜡烛来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休息 熟悉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 紧接着 一只手拿走了 我手中的针线 与香囊放在桌上 另一只手握住我的指尖 不用瞧我就知道 定是寒昭 你今晚怎么有空来见我 趁着晚宴我 灌醉了沈清禾 她吐了好几回 刚被下人扶回房 我得空溜过来看看你 寒昭咬牙切齿 都怪沈清禾 害得我俩整整五天没见了 这家伙真把这当自个家了 还赖着不走 我扑痴笑出了声 安抚似地拍拍她的肩 不急不急 再忍耐些日子 寒昭抱着我撒娇 深北 我可想你了 想得茶饭不思 心神不宁 你在等我两天 带我把沈清禾赶走 日日夜夜都陪着你 你倒是惯会说些甜言蜜语 这几日你们都去了哪些地方 这几天 可真是把墨城逛了个遍 啊 寒昭刚起话头 就听到一声尖叫 撕裂静谧的黑夜 他速得起身往外走 还没推开门 就听见侍卫 急急叩响门飞 少城主 前厅突然走水 您快去看看 寒昭煞时变了神色 我让他赶紧去前厅瞧瞧 他简单叮嘱我几句 便匆匆而去 我不能露面 只能待在房里等待消息 这火来势汹汹 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火焰飞速蔓延 冲天的火光 连我这偏僻宅院 都看得一清二楚 张牙舞爪的火焰 仿佛将要吞噬整座城主府 屋外人声宣吠 府中众人都被惊醒 惊呼与斥骂混杂在一起 依稀还能听得一些侍女害怕的绰气 凡忧如万已是心 咬的人坐立难安 我索性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思来想去 还是换来思云 替我去前厅探探 我随手捡起画本翻了两页 左右看不下去 索性和上书拿起剪子 修剪竹心 火光跃动 我看着灯竹出神 思索这诡诀的火势从何而起 咔嚓 一声极轻的 压碎树枝的声音 从窗外传来 在人声宣吠中 它像是一声微不可闻的虫鸣 却恰好被我的耳朵捕捉到了 有人在外面 我平住呼吸 轻轻挪开身下的雕花红木椅 起身打亮四周 方才我因这天气燥热而开了窗 线下东边和南边的窗子洞开 窗外草木郁郁清清 在黑夜里糊成一团 头下看不分明的倒影 我拔出长剑 如实的掌心贴在剑柄上 缓步靠近南边的窗子 距窗台还有半丈之远时 我看见一只手 一只指节修长的手 紧贴着外墙墙面 再往后看去 黑色的布料和黑叶融为一体 桥部分明 有一个身着夜行衣的人 侧身紧贴外墙 我正想出声喊人 又怕想起自己藏身于此的事不可外泄 声声咽下呼救 不可求救 就只能自救 我深吸一口气 紧握剑柄 急步向前 手中长剑直直刺出窗户 顺势向那一团漆黑砍去 钉 刀剑相撞 我的剑被挡开了 我剑一击不成 不与它缠斗 后退两步 恰好看见屋子一角的修漆雕画屏风 盲藏身在屏风后 屋内灯竹通明 它翻窗入户的影子印在地上 听到几乎不可闻的脚步声 只是来人方位 我往屏风后又缩了缩 眼珠身形 黑衣人在房中简单搜寻了一番 很快注意到这一脚屏风 我眼见被烛光拉得斜长的影子 慢慢逼近 索性冲了出去 常见直指黑衣人咽喉 我灌注全身力气 于这致命一击 见光快似雷霆 直到 我看见黑金眼面后 那一双熟悉的眼睛 一双含着温柔秋水的眼睛 一双曾经满满都是我的眼睛 是沈清禾 沈清禾显然也没料到 是我 他满脸惊愕 可此时手中匕首 离我胸口不过三寸之远 下一刻就将夺我性命 我们同时谢了礼 我手中常见 在空中生生折了一个弯 刮去他鬓脚一搓头发 发丝在空中散落开来 沈清禾手中的匕首收手不及 劈裂我肩部布料 像是冰冷的蛇信子刮过肩膀 在一瞬间的凉意后 传来追心的刺痛 常见与匕首同时落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你 你没事吧 沈清禾掏出一瓶金疮药 用嘴咬掉瓶塞 往我伤口上到 却因为手抖得厉害 要撒了一地 我拦住他的动作 拿起桌边茶水冲洗伤口 仔细探查伤处 好在沈清禾收力算是及时 只是伤了浅层皮肉 没什么大碍 伤在肩胛 我单手包扎 绷带绑不紧实 上好的金疮药掉了不少 沈清禾见状接过我手中纱布 替我细细包扎伤口 我们谁都不说话 气氛尴尬又诡异 我清了清嗓子 出声打破这长久的沉默 你是韩府的座上客 为何会夜行至我这偏僻宅院 沈清禾欲言又止 仔细斟酌自聚才说到 我来韩府已有数日 观察发现韩昭常会遣散下人 独自来这处院子 我以为这院中有些机密 就趁乱来探访一番 没想到却会见到你 倒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 我错愕 你不知道我在这 那你为何自请来莫城 沈清禾眼神闪烁 似乎是察觉自己失言 转而沉默了 我察觉其中蹊跷 模糊有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 我多多追问 你平白无故 犯不着自请来莫城 既然不是为我 那我只能想到另一种可能 是皇上派你来的 在长长的沉默之后 沈清和汗手 种种疑问 瞬间得到了答案 皇上终是忍不下莫城 这根眼中钉了 莫城已归顺多年 城主寒冬仍然不肯 乖乖上交统治权 本就犯了大忌 这些年来 寒冬德高望重 莫城人心顺服 朝廷轻易动他不得 而此次沈清和来访 乔庄夜探城主府 他要么是想找些什么 要么就是想栽赃些什么 灯烛摇晃 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谁能想到 我们再次相遇 会是这幅近况 那你又是为什么在这 我同寒昭成亲了 什么 我同寒昭成亲已经 我在心中算了算时间 两月有余 我同他拜过堂 敬过天地 他是我名正言顺的夫君 沈清和愣愣地看着我 好半天没有反应 像是一阵风呼地吹熄了眼中的光 他深深的眸子里 没有一丝光彩 只剩下无穷无尽的阴矮 鼻挺的腰和宽厚的肩 一下子泄了力 就像是瘫倒的城墙 他突然就成了一名老手 只剩满身风霜 伤口包扎好后 我还想再打听些 沈清和来墨成的内情 正在斟酌用词 就听得屋外急急忙忙地喊 深北 深北 这声音猝不及防地响起 随后房门猛地被推开 寒昭气喘吁吁冲了进来 事发突然 沈清和躲闪不及 恰好被寒昭撞见 我眼见寒昭的表情 从担忧到茫然 又在瞬间化成滔天的怒火 眨眼间 寒昭飞到沈清和身前 腰间长剑出鞘 直指沈清和咽喉 沈清和急急后退几步 侧身躲过寒昭凌冽见风 想要拾起我 方才掉在地上的剑 刚辅下身 寒昭毫不留情地长剑已至 静止刺向沈清和的右手 沈清和闪避不及 万上煞时就有了血痕 却仍是一咬牙 硬生生剪起剑 横挡下一击 寒昭一声冷笑 手腕微转 指尖发力上挑 电光火时之间 沈清和的剑在空中划过一道湖光 当郎掉在地上 寒昭刚挑飞长剑 用挽了一个凌厉的剑花 脚尖点地 身子飞了出去 我见寒昭朝朝很力 当真起了杀心 忙拦住他 寒昭 沈清和代表朝廷来访 万万杀不得 寒昭手中长剑 虎虎生风 硬生生指在沈清和 眉心前三寸 他胸前起起伏伏 终是咽下了这口气 来人 把沈清和拿下 在外待命的侍卫 鱼贯而入 玄铁铁链附在沈清和身上 有个想成功的侍卫 一脚踢在他西弯 沈清和一个 猎且就被压在了地上 沈清和铁链加身 跪坐余地 腕上血迹蜿蜒 染红一大片衣衫 他一直都是金贵的世家公子 青山飘飘 不染尘埃 如不理俗事的折线 这是我第一次见他如此狼狈 而另一边寒昭于怒未消 我小心翼翼贴近他 想和他解释 只见刚搭上寒昭的手 却发觉他掌心一片冰凉 我抬头看他 寒昭的眼里一片灰败 漆黑的瞳孔失去神采 恍若不见底的深渊 不对劲 我下意识挽住寒昭 柔声问他 你怎么了 深北 寒昭的声音像是来自冰山之巅 带着森冷的寒意和绝望 跌跌出事了 我恍神了片刻 寒意一阵阵涌上后背 寒昭白白手 示意侍卫退下 侍卫们机敏地交换了眼神 松开沈清河 从房间里退了出去 最后一个离开的侍从 还贴心地合上了门 待众人退下 寒昭夺步走向沈清河 他每一步都走得很慢 却仿佛是踩在胸口上 有一种窒息般的压迫感 一步 又一步 寒昭在沈清河身前站定 居高临下地 审视着对方狼狈的模样 沈清河挺直腰身 勉励维持氏族公子的体面 回敬寒昭一个冷冽的眼神 寒昭被这个眼神激怒了 他俯下身 左手猛地揪住沈清河的衣襟 右手紧钻成拳 用力挥了过去 沉闷的打击声后 沈清河像是在风中摇曳的残竹 身影摇晃 白瓷般无暇的脸上 煞时出现了一大片红韵 寒昭一把扯过沈清河 咬牙切齿地问 今夜府中大火 爹爹出事 你到底干了什么 沈清河摇摇晃晃地支起身子 吐出口中血沫 一字一句答道 我只是趁着寒府大火来此处探查 你说的这些都与我无关 你 寒昭抄起长剑 这声怒吓击得我回过来神 寒昭的剑已然出窍 蒸蒸作响 时间像是一条细线 被拉得格外漫长 我见寒昭对着沈清河迎头披下 沈清河不闪不闭 直挺挺跪在地上 昂首闭上了眼睛 我呼吸一致 在意识做出决断之前 身体已经猛地扑到寒昭身上 死死拽住他的胳膊 不让长剑挪动分毫 寒昭 你冷静一下 带我去现场 寒府书房 寒城主已靠在书房的梨花木椅上 他衣衫归整 面容平静 仿佛只是睡着了 可当我探查他的脉搏 却平静如一汪死水 冷无生机 周遭没有打斗的痕迹 宝燕青瓷 整整齐齐摆在黄花梨条桌上 按桌上一幅未完成的烟雨江山图 画笔搁在笔架上 上好的马踪毛 沾满墨汁 画轴旁放着一碗解暑的莲子汤 止于一点汤底 我端起莲子汤 轻轻嗅闻 除却莲子的清香外 汤中还有一股若隐若现的花香 香气清浅 似乎是藤萝花香 说起藤萝花 外祖父的府邸 也就是五威后府后院 曾种着一株子藤萝 春日揭满累累花碎 在花音下 外祖父曾教导我 有一位迷药名叫燕萝香 燕萝香有浅淡的藤萝花香 极易被食物的香味掩盖 江湖原先常用此香做迷药 直到数年前 有人意外发现 燕萝香与莲子相克 若是同时服用 人会在一柱香之内昏厥 无声无息地死去 此后 利用燕萝香杀人的事情 越来越多 随着事情一发不可收拾 燕萝香成了禁药 配方被毁 失传于江湖 若真是燕萝香 我细细探查韩城主手指 果然 指尖泛红 身中燕萝香的典型特征 可是已经失传的燕萝香 怎么会出现在韩府 大火熄灭后 我到书房回禀父亲 却无人应答 推门而入 就见父亲倒在椅子上 我以为他只是睡着了 伸手推他 却怎么也叫不醒 韩昭声音颤抖 当我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 已经探不到父亲的鼻息了 我伸手抱住韩昭 轻轻摸了摸他的头 韩昭终于没忍住 哭得撕心裂肺 他紧紧抱着我 一遍遍重复着 深北 深北 我再也没有父亲了 我痛心入骨 仿佛又回到了 失去双亲的那段时日 无边无涯的黑暗中 只余下窒息般的痛苦 我知道这时候说 什么都没有用 只得更用力地抱住韩昭 我们就像是走投无路的两只小兽 紧紧簇拥在一起 彼此舔失伤口 我说 你还有我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过了很久很久 双眼通红的韩昭 终于抬起头 他咬着牙 眼底血丝纵横交错 我一定要将此事 查个水落石出 替父亲报仇 我给韩昭倒了一杯茶 待他情绪稍缓 才问道 照理说 府中走水 下人应当会先禀告 韩城主 为何会先去寻你 来找我的 是一个衍生的侍卫 他自称是奉父亲的命令 让我负责此事 事态紧急 我没有多想 急着去前厅灭火 脸生 你在府中 没见过这个侍卫 韩昭稍加私存 摇了摇头 没有印象 我当时只当是府中来的新人 现在想来 韩昭眉间一蹴 立刻换来鹤岩 交代了侍卫的样貌特点 主妇以城主府为中心扩散搜寻 动作一定要快 末城夜间必成 他现在应该还在城中 赶在天亮前 必须找到他 鹤岩接了任务 一路小跑着退下了 韩昭放不下心 背着手在房中躲步 他眉头紧皱 半嗓蹦出一句 我再去会会沈清禾 我犹豫了片刻 还是说出了心中想法 此事沈清禾确实嫌疑很大 可我总觉得有些古怪 你说如果是他动的手脚 他下了毒之后应该第一时间回到房中 为何要穿着夜行衣在府中四处探查 平添风险 更何况如今他住在城主府 就是明晃晃的靶子 府中出世 任谁都会想到他 沈清禾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动手 他难道想不到其中厉害 韩昭沉默不渝 我继续说道 我们一起去见他 地牢阴暗潮湿 只有火把撑起一点点光亮 韩昭怕此地有虫蛇出没 挡在我身前 牵着我慢慢往前走 在地牢最深处的角落 我再次看到了沈清禾 他盘膝坐在草堆上 干涸的血迹粘在腕上 身上沾满了长长短短的草屑 可他却毫不在意 闭着眼睛 仿佛睡着了 轻微的脚步声 在这逼着的空间里 被放大了数倍 像是平静无波的池子里 投进的一颗石子 激起圈圈连衣 沈清禾突然睁开眼 目光穿过这昏暗的光线 定定地落在我身上 他还是那般波澜不惊的模样 坐在地上 气定神贤的抚平 衣袖的褶皱 你们怎么来了 我说 今晚的是 我有些问题想问你 问吧 我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你为何来墨城 沈清禾微微一正 但只是一瞬间 他就坦然回到 是皇上派我来的 这么多年 墨城始终不肯臣服 他放心不下 让我来探探 韩城主的口风 看看是否有商谈的余地 沈清禾说得委婉 君主的猜忌被轻飘飘带过 仿佛只是轻如红毛的一件小事 我又问他 今晚你都干了什么 傍晚我应邀参加府中晚宴 与韩城主 韩昭举杯共饮 沈清禾顿了顿 此事韩昭可以为我作证 晚宴后 我回房准备休息 刚躺下 却听见外面人声杂乱 隐约可见火光 我心想府中混乱 正是探查的好时机 于是换了身夜行衣 前行城主府 静止去了你所在的院落 而后种种 你皆已知晓 我可以以性命启示 韩城主的死 若与我有半点关系 我甘愿天打雷劈 魂飞魄散 他目光坚毅 言辞决绝 倒真不像是撒谎 韩昭轻哼了一声 似是不屑 沈清禾没理会他 继续说道 韩城主在墨城可曾 与谁有过节 我来访的消息 在墨城应该传了 有些时日了 或有小人趁此机会 杀了韩城主 又将此事推到我的头上 自己便可抽身事外 我又问韩昭 韩城主之前可有树敌 父亲为人仗义豪爽 生平没什么仇怨 只是身为一城之主 决断城中大事时 难免会触及城中各方利益 韩昭叹了口气 墨城看似平和 对城主之位虎视眈眈的人 却不少 在墨城之外呢 父亲多年未离开墨城了 我并未听闻 他与城外势力有何瓜葛 我还想再追问细节 还没开口 就看到赫言匆匆而来 他一身轻甲 跪地回禀 报 少城主 人找到了 韩昭的眼神呼得亮了 那人现在在哪 已经死了 我们在承袭一口枯井中 发现了他的尸体 快快带路 韩昭冷冷扫过沈清河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地牢 我喊过一个狱卒 吩咐他们找个大夫 为沈清河包扎伤口 又和沈清河道 放心 如果不是你做的 我们绝不会冤枉你 沈清河的目光依旧温柔 我相信你 等我随着韩昭 感到成熙的时候 尸体已经从枯井中 打捞了出来 尸体脸上盖着一块白布 布料未能完全遮挡住的 颈部有一道伤口 伤口处皮肉外翻 深可见骨 此伤切断经脉 应是一击毙命 赫言揭开白布 露出此人的五官 供韩昭查验 韩昭只削一眼便笃定道 就是他 我们已经搜遍此人身上 未发现任何令牌和文迹 唯独 赫言扯开尸体前筋 露出左侧锁骨的弱大伤口 尸体此处的皮肤 不知为何被人割去了 此处伤口平整 似是被人用刀 齐齐削去一片肉 血肉模糊中 暗红色的血迹已经干涸 结了一层薄夹 韩昭拿过油灯 俯身探查伤口 片刻后指着商处说 你看这里有些古怪 暗红血迹中 隐约有蓝色的文样 我俯下身 凑近了桥 伤口处真的能瞧见 电蓝色若隐若现 我道 这里似乎是一道刺青 韩昭点点头 大抵是这道刺青 可以证明此人的身份 被凶手毁尸灭迹了 我暗自思索 刺青一毁 这线索似有还无 却是当下 我们唯一的突破口 若是在城中大肆搜身 检查胸前印记 势必会打草惊蛇 该如何不动声色地 进行检查 谁都没有说话 漫长的沉默 横跟在我与韩昭之间 我抬头看向天穷 东方朝露夕微 夜晚将要过去 凶手知道 韩成主已死 天明之后 势必会有些动作 我们必须有个决断 可惜 韩成主已经死了 否则一切都还有回旋的余地 等等 凶手半座小厮 送上了含有燕罗香的莲子羹 可燕罗香发作 需要一盏茶的时间 也就是说 他并没有亲眼见到 韩成主去世 幕后之人也只知道 下毒成功的消息 那么 如果我们散出消息 说韩成主重病未亡 那幕后之人 必然会坐不住 极有可能会上门打探消息 我们或许可以赌上一把 赌他急不可耐 露出马脚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此日 韩成主生病的消息 飞速传遍了莫城 传言 这病极其诡异 城主呼吸平缓 面色红润 可呼之不应 沉睡不醒 城主府束手无策 重金悬赏医师上门救治 只要治好城主 赏黄金千两 一天之内 全莫城的大夫 都来了城主府 他们来时斗志昂扬 却个个都无功而返 同时城中世家 也纷纷携名贵药材 上门拜访 韩昭早给我列了一张 莫城世家名录 但凡是城中名门 其相貌身姿 家道迎圣 性格人品 皆降列于表上 我对照着这名单 把城中望族认了个七七八八 第一日 府中来了十一位宾客 他们的仆役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不经意间弄脏了衣裳 由韩府小厮 奉上新衣更换 可惜这十一家仆役 无一人有印记 第二日 我们接待宾客 共计七人 依旧一无所获 这天夜里 灯竹影措 我和韩昭 对照着名单叹气 单子上一列长长的人名 已经排除的七七八八 我不由地开始怀疑 莫不是我猜错了 第三日一大早 刚用完早膳 我对着名单上 仅剩的三个名字 圈圈画画 如今只剩下 谭英发 罗全 王成平三人了 谭英发是两米大户 城中约三成的粮食 都掌握在谭家手中 罗全制业十四客栈 哎 这王成平的名字 为何标了印记 韩昭苦笑一声 说道 王成平是王家家主 五年前 天下大荒 城中平民一子而食 父亲决意改革 莫成税法 增加商税 用以救济贫民 引发了 以王家为首的 城中商骨的不满 后来 王家四处拉拢势力 企图与父亲分庭抗礼 两家的关系 早就降到了冰点 王家 莫不是王满清的王 对 我恍然大悟 难怪之前 韩昭说 王满清苦等他多年 除却王小姐情深不受之外 恐怕王家打的 还是联姻壮士的算盘 我暗自把这个名字 记在心底 这一天 我和韩昭 从日升等到日落 总算等到了 结伴而来的 谭英发和罗全 谭英发身着宽袍长衫 美然飘飘 罗全心宽体盘 满脸富态 他们二人送来了两根上好的千年老餐 我忙让府中小司领着他们的随从去库房 不过是和小司交代了几句的功夫 那香谭英发 已经拉着韩昭的手 老泪纵横 韩兄身体可好 韩昭 这病生来古怪 父亲还是昏迷不醒 谭英发听了这话 眼睛一瞪 把腿就往寒冬的房间走 我和韩昭忙拦下他 车咕噜话翻来覆去 不让他再迈进一步 罗全也帮着劝 谭兄 你我又不是大夫 去也没用 还是让韩兄好好休息吧 谭英发见我们态度坚决 急得直拍大腿 唉声叹气老半天 总算在椅子上坐下了 我实在是急呀 我与韩兄可是结拜兄弟 当年我二人向天发誓 要同年同月同日死 韩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我可不敢独活 这又是什么情况 我眼神挑到韩昭身上 他也是一脸茫然地看着我 好在这台英发是个话牢 他自顾自地叙叙叨叨 讲起了往事 当年 墨城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城里人都叫他破城 破城躺在边陲 接壤西凉 位于两军冲突之地 频繁的战火推翻了城墙 只余下腿痞的断壁残垣 这座城几经易主 城中百姓被孤立在 两国之外 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 城里能跑的人早就跑了 留下来的都是些贫苦百姓 跑了也无处可去 那天 春寒撂翘 大雨漫天 无家可归的台英发 跑过满地泥泞 一头栽进破败的城皇庙 撞见了一个在兮兮丽丽的屋子里 打着寒战的少年 少年有一双澄澈的毛子 身上的衣服染满污垢 却依稀能看出是贵重的丝制面料 最重要的是 少年的怀里揣着两个馒头 谭英发两天没吃饭了 他捂着咕噜噜直叫的肚子 眼神紧紧咬住那个少年 他盘算着该怎么把这个少年打倒在地 趁机抢过他手里的馒头 涩缩在角落里的少年 注意到了谭英发的目光 他往角落里又躲了躲 好伴上 颤颤巍巍地朝谭英发递出了一个馒头 谭英发愣住了 少年说 你饿了吧 快吃点东西 谭英发接过馒头 干净的面皮上 煞食有了十个灰色纸印 他用袖子随便蹭了蹭 用力咬下一大口 是咸的 不知何时 他的泪水打湿了小小的馒头 谭英发呼地嚎啕大哭 撕咬下一大口 混着泪水咽了下去 就是在那个雨夜 两个企儿在土地庙里一结金兰 头磕在地上 少年稚气在胸口阵阵挡开 破庙中的少年就是寒冬 起儿的日子难熬 挨饿挨打是家常便饭 他们结了半 那些老乞丐就有了顾忌 日子比先前好过一点 小时候的寒冬体质极差 一次淋了雨后高烧不退 几天也不见好 谭英发急地去药房里偷药 却被伙计抓住了 被打得几乎没了半条命 谭英发刚能下地 就拖着瘸了的腿去给城中大夫磕头 求大夫给一个治风寒的方子 他数着 数到地两百零三下 大夫总算心软 递给他一铁药 谭英发忙接过要抬头道谢 才发觉额上血水流到睫毛上 忽住眼睛 只看见一片鲜红 大夫叹了口气 从此他俩有了个师傅 师傅的生活也不宽裕 但好歹有了一口饭吃 他们就跟着师傅习自学医 成了两个小药童 师傅是个善心人 救了他们 也救了很多没钱看病的穷苦百姓 能救几个 救救几个 如果实在力所不及 是病人的缘分已尽 我们也强求不得 这是师傅教给他们的 一个大雪漫天的深夜 职业的谭英发 在医馆门口 捡到了一个浑身是血的五人 五人的铠甲被干涸的血迹包裹 趴在地上 呼吸如一线青烟 一缕微风就能吹散 谭英发冲进卧房 推醒熟睡的寒冬 一起把人拖进了医馆 他俩捡着医馆里所剩不多的草药 给人灌了下去 这人也是命大 第二天竟然就勉力睁开眼 呢喃几句 又昏头睡去 师傅看到了五人 没多说什么 莫许他留在了医馆 可自从五人来了医馆 寒冬就变了 原先寒冬日日跟在师傅后面 沉心学习如何治病救人 可自从五人的病稍稍好些 寒冬就缠着人家学武 谭英发对习武没时邀兴趣 索性把寒冬的活也揽了下来 由得寒冬去练武 寒冬是真有几分天赋在的 不过半个月 长剑上下翻飞 已然有模有样 谭英发在一边瞧得很开心 他心想 嘿 这可是我兄弟 以后不怕被人欺负了 但他没想到的是 带五人伤势好转后 主动提出要带寒冬离开 他更没想到的是 寒冬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在后来 谭英发不知道寒冬去了哪里 只是从师父那里听说 这位五人身上穿的是我朝军甲 兴许是个将军 寒昭听得出了神 难难道 那后来呢 谭英发捋着胡须叹了口气 我再见到寒兄是七年后了 当年寒冬走了 谭英发却选择留在城里 那段年岁乱得很 谭英发和师父目睹城中几场大战 在两国夹缝中艰难地生存了下来 硝烟熄灭之后 昆拓人被赶了出去 此后四五年 城中还算太平和乐 他们的生活宽裕了很多 师父也渐渐有了名声 慕名求医的人多了起来 一个在普通不过的夏日 他跟着师父去城中 一位富商家中看诊 却撞见了寒冬位列作息 寒冬也看见了他 但只是一瞬间 寒冬的眼神又飘回富商身上 仿若什么都没有发生 而后城中风云十年 寒冬在鬼爵的势力中周旋 找出了一条破局之道 夺得城主之位 破城从此有了个新名字 墨城 如今墨城已经有二三十年不见战火 城中经济兴貌 百姓安居乐业 那些曾经沾满尘埃的往事 都已经付诸光阴 再寻不见 也只有一些老人们还心存挂念 听完这个故事 我和寒昭唏嘘不已 带送走谭英发和罗泉 寒昭端来一壶新酒 摆开两个大碗 给自己倒上满满一碗 咕噜噜灌了个干净 我轻拍他的背 慢点喝 可别呛着了 寒昭眉间带愁 牵起我的手楷探道 父亲曾与我说过 他是从我朝的票计将军 修习武艺和权谋之道 但今日谈书说的那些故事 父亲却从未透露分毫 他说着说着 眼眶染上红色 用力地抱住了我 将头埋在我的颈尖 我只能从旁人的口中 寻找父亲的一生了 寒昭的泪水 如湿了我的衣裳 我温柔地抱住他 柔声宽慰 烛火爆燃 发出一声轻微的琵琶声 我们的影子 在黑暗里融成一团 像是再也不会分离 昨日府中仆役 已惊艳了罗拳 与谭英发的随从 皆无印记 名单上二十一个名字 只余下最后一人 王成平 王成平与韩成竹 本就有些不愉快的渊源 如今更是所有的怀疑 都凝在他身上 既然山不救我 我去救山 第二日一早 我们以城主并重求要为名 寇响了王家大门 王府小厮 引我们去见王成平的时候 他正在下棋 王家是城中山谷大户 王府被誉为墨城最豪华的府邸 府中小桥流水 深潭翠柳错落有致 硬生生在这西北之地 搭了一处江南园林 王成平孤身坐在六角亭中 桌上一盘棋局 周遭池水围报 清风吹起阵阵涟漪 王成平手撵一颗黑子 对着棋盘沉思 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们的存在 只是我恰好注意到 他微微侧过身去 避开我们的视线 我心下了然 拉住寒昭末不出声 站在一侧观察棋局 棋翼是我所长 棋盘上黑白二子间暗流涌动 明面上黑子铺满大半棋盘 看似成了上风 仔细一瞧 白子曲曲折折 落在棋局命脉上 已然站着先机 我一眼瞧见破局之处 上前静止捡了一颗黑子 落在黑白鸡豆的漩涡中央 好棋 好棋 王成廷扶掌长探 带他将手中棋子放回棋四 总算抬眼看我们 哎呦 瞧我这光 为了下棋都怠慢二位了 快请坐 贤直席棋意过人 以后有空一起切磋 切磋 我笑着硬了 又寒暄了好一会 王成廷才转入正题 今日二位上门 是所谓何事啊 我将茶盏放在一边 陈生说道 我们今日前来 是为了一味药 大夫昨日说 若是能寻到虫楼入药 对父亲的病会有奇效 我们打听了许久 听闻王叔珍藏几株虫楼 特来府上求购 只要王叔愿意卖 我们愿意出一百两黄金 王成廷叹了口气 治病救人的事 何必这样客气 只要你们开口 不说钱的事 我哪有不给的道理 这样我就送你们了 你们呢 下次派个小厮来就行 不用亲自上门 还耽误些时间 求要的事 总还是亲自上门 更显诚意 王成平随手换来一名小厮 宁三 你快去库房 取那株最好的虫楼来 宁三就站在 王成平身侧 他身高八尺 垂着眼 攻身硬了 拔腿就走 我趁势追了上去 宁三兄弟且慢 我同你一道 话音未落 我脚步匆匆 一时不察径踩到了裙摆 一时间天旋地转 我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 而这条小道旁 无遮无拦 恰是一方池水 冬的一声 我跌到了池子里 水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 煞石淹没了我 救 救命 我 我不会水 日光照的池水闪烁 我睁开眼 只能看见白茫茫的一片 挣扎间拍起一团团水花 我的耳边 充斥着水声和岸上 混成一团的喧哗人声 在一片嘈杂里 我听到冬的一声 和周遭的惊呼 在飘渺的沉没后 一丝温暖附在我的腕上 有人抓住了我 我勉力睁开眼 是宁三 水下 我与他相距不过一米 周遭都是被水拖起的衣带 胡乱地飘散在池子里 我洋装挣扎 手趁机抓在他的衣巾上 用力一扯 少年胸前的衣料 在水中散开 精瘦的胸膛一览无余 我勉强眯着眼 没有 宁三的胸前干干净净 什么印记都没有 怎么会没有 我还在惊恶间 宁三左手拢住衣服 右手紧紧拽住我的手腕 拉着我游向岸边 从水中出来的那一刻 恰好一阵凉风拂面 冷得我打了个哆嗦 韩昭的眉头 深深堆在一起 他话不说 脱下外衣盖在我身上 衣服残存着他的余温 瞬间驱散了刺骨的凉意 韩昭紧紧抱住我 手臂上下妈撒 试图为我带来一点温暖 我吸了吸鼻子 脑袋贴在他胸口上 紊乱的心跳慢慢平复下来 我想起水中的那一幕 摇了摇头 韩昭了然 他将下巴抵在我额间 劝慰道 没事的 人没事就好 我浑身湿透 王承平派人为我 寻了一件王曼清的衣服换上 我和韩昭千言万谢 才带卓仲楼药草告退 回府的轿子刚一落地 韩昭立刻换来下人被水 催促我洗了热水澡 在热水里抛了半个时辰 我才算是缓了过来 沐浴后 我坐在卧房同镜前 韩昭侧身站着 拿起梳子细细梳理 我上代潮意的头发 我看镜中的自己 白衣衬托下的五官 有一种雾蒙蒙的诗意 万千青丝拢在韩昭的手心 发尾四散 像是瀑布倾斜而下 韩昭的手指修长 骨节分明 煞是好看 今天城里有了风声 说父亲身死 是我故意按着步伐 想要趁机扩张韩府势力 笼络城中巨骨 这消息哪来的 韩昭摇摇头 派人去查了 还没什么收获 我尼南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敌人在按我在明 唯一的线索断了 又面临这处处被动的局面 身前身后 似乎都是一片茫茫 毫无希望 谁都没有说话 迟滞的风停在我们之间 安静地只能听见彼此的心跳 是韩昭先开口打破沉默 你知道吗 明日是墨城的歌堂节 在这个节日里 墨城的年轻男女 将会聚集在城外的茫茫沙漠中 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寻找众意的对象 父亲曾和我说过 他就是在歌堂节上 对母亲一见倾心 从此朝朝暮暮 一生恩爱 你可愿明日同我一起 去歌堂节 我带你看看热闹的墨城 等过了歌堂节 我就公开父亲去世的消息 我不打算瞒下去了 管那幕后黑手是谁 我接下来和他慢慢斗 非要揪出他不可 只是 韩昭画风一转 目光落在我身上 渐眉微醋 眼眸中满意着担心 消息公布后城中必然震荡 我未必能护得住韩府上下 深北 我很担心你的安危 我想送你去城外避一避 我坚定地摇摇头 认真道 韩昭 我是你的后盾 而非软肋 我们拜过天地 敬过高堂 我既然已经嫁你为妻 就绝不会离开你 我会陪在你身边 直到黄泉必落 韩昭的唇落了下来 堵住了我未完的话 谢谢你 深北 四日 韩昭起得很早 他悄悄将母亲送至 墨城城外后 就陪我出了门 歌堂节果真是十分热闹 墨城街头巷尾 多了形形色色的摊贩 吆喝声不绝鱼耳 叫卖各种食心的玩意 我们一直逛到日暮垂垂 顺着人流来到了城外 浑圆的落日悬在天边 大片飞红色 泼洒在天际 人群熙熙攘攘 处处欢声笑语 我们寻了一处角落坐下 看着大如圆盘的太阳 一点点被风沙掩埋 直到夜幕笼罩大地 白日里热浪滔滔的金色沙漠 在黑暗中掩齐西谷 被浓厚的黑色抹去边界 突然火光拔地而起 赤焰冲天 铺开阵阵热浪 年轻的男男女女 三三凉凉走向篝火 围着火焰舞蹈 齐声哼唱着不知名的曲子 风拂过面颊 烧来莫名的惬意 寒昭站起身 随意地拍掉身上的沙粒 朝我伸出手 我们一起去跳舞吧 我心头微动 她的掌心火热 牵着我荣为人群中的 一朵小小浪花 不知笛声从何而起 旋律婉转悠扬 硬喝着歌声甜仙 火花月动 柴火燃烧 琵琶作响 篝火边群居纷飞 寒昭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偏头瞧她 恰好撞上她 灿若星辰的眸子 在火光映衬下 忽亮忽灭 她有一双极好看的眼睛 眼瞳是浅浅的棕色 眼角略微上挑 带着不羁的少年气 我正想夸她 模样生得好 话还含在喉咙里 却瞥见一抹电青色 一闪而过 这颜色让我牵挂多日 我不自觉地追着那抹颜色而去 火光闪烁的对面 有一青年赤裸着臂膀 与身边绿群女子调笑 一朵电青色木槿花 绽放在她的左胸前 与精瘦的肌肉交织在一起 我深吸一口气 按耐下心中的激动 扯扯韩昭的袖子 朝着赤膊青年的方向 丢了个眼神 韩昭微微错愕 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下一秒 她浑身一震 瞬息之间 韩昭已经飞到三丈开外 直奔那青年 青年察觉不对 神色惊慌 转身欲逃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韩昭将轻功使到极致 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她飞到青年身旁 一个擒拿术将人压倒在地 人群中炸开惊呼 我花了很久 和围观者解释 少城主在捉拿府中逃走的下人 围观的人才慢慢散开 那青年自然是骂骂咧咧的 韩昭拿了块帕子堵住他的嘴 所有的骂骂咧咧 都成了没有攻击性的哑哑呜呜 韩昭不知从哪掏出一条绳子 将他双手付了 牵着人到了沙丘被阴处 韩昭刚扯下他的帕子 青年一口催在他身上 留下一滩白色的唾沫 我看见韩昭的拳头紧了又紧 额头青筋抱起 我忙上前挡在二人之间 柔声说道 小兄弟消消气 我夫君方才太激动了 我给你赔个不是 我们没有恶意 只是想问问你这胸前木槿花的来历 青年上下打量我 没好气地说 我闻就闻了 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你们是什么人 打探这个做什么 我还想再解释两句 就听得韩昭轻哼一声 从怀里掏出一键金子 你是不是喜欢方才那个姑娘 你实话告诉我们 不许有任何隐瞒 这键金子就给你了 足够你娶了那姑娘 再过几年安生日子 我看你衣着打扮不是富贵人家 这钱足够买你开口了吧 青年的神色瞬间就变了 脸清了又红 最后哼哼唧唧挤出一句 这是姜老爷落下的 展开说说 我叫祝田 打小爹娘就死了 全靠哥哥拉着长大 我和哥哥为了求一条生路 把自己迈进了平木镇有名的大善人 将老爷家当奴才 可谁知这将老爷在外是大善人 在府内却喜欢打骂下人 板子动不动就落下来 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 老爷还在所有下人胸前 都赐了这木锦花 说我们命贱 刻上这刺青 就算死了 也还是姜家的奴才 所以你就逃来了墨城 祝田摇摇头 继续说道 单单就这样 日子倒也还能熬下去 起码在姜家给了我们一口饭吃 不用被饿死 可前几年大旱呢 粮食颗粒无收 死了不少人 姜老爷说 府里没粮了 三天没给我们饭吃 我饿得头昏眼花 浑身上下没了一点力气 却被姜老爷派去给灾民失周 原来姜老爷在府中说 没吃的了 对外又开阔放凉 卖好名声了 那粥是真的香 还冒着热气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就吃了一口 真的 你们信我 就一小口 可偏偏被姜老爷看到了 把我打了一顿 赶出了姜家 我无家可归 就来了墨城 韩昕问 你一个人来的 我哥和我一起来的 我被赶出了姜家 他就和我一起跑了 哥哥脑子比我活络 在镇子里打听了一下 说是在墨城 我们可以找到一条生路 我追问道 那你兄长现在在何处 祝田挠了挠头 支支吾吾道 前几天 城主府来了贵客 人手不够 招人干活 听说坐半个月 就能拿十两银子 哥哥去了到现在 也还没回来呢 我和韩昭 交换了一个眼神 彼此都读到了 了然的意味 城主府近些日子 并不缺人 那具尸体 十有八九 就是祝田的兄长 他受人雇佣 在韩城主的饮食里下毒 又被杀人灭口 因此至今未归 祝田对我们的心思 全然未决 他心情很好 见我们不再追问 试探道 你们想知道的 我都已经说了 也该结账了吧 韩昭拍掉祝田 身在半空中 摸向金子的手 在给你钱之前 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我们带着祝田 去了韩府的冰窖 地窖中寒一石骨 冷气攀上肌肤 冻得我打了个寒进 寒昭立即给我 披上大肠 点亮手中火把 火光逐开黑暗 目之所及 可见两具尸体 一具放在寒冰 雕琢成的棺果中 另一具用草席裹着 摊在地上 露出上保存完好的面容 满脸疑惑的祝田 在看清地上尸体的五官后 煞食变了脸色 他冲上前 猛地跪在地上 小心翼翼拨开草席 想要触碰尸体紧闭着的眼睛 又瞬间被寒意击开 他慢慢抱起尸体的脑袋 浑身都开始颤抖 祝田面容慢慢变得扭曲 他的嘴长得奇大 像是要嘶吼 又没有任何声音 只有手颤得越来越厉害 全身筋脉抱起 眼睛红得像是在流血 墨地 祝田仰起头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眼泪从眼眶里涌出来 顺着面颊 滴在他胸前的电青色刺青上 趁得木槿花的腰也至极 寒昭声音低沉 听得我心头又沉重了几分 我们是在一处古井中发现 这具尸体的 他胸前被人割去一大片肌肤 只留下了隐隐约约的电青色 我们以此为线索 找到了你 祝田抹了一把泪 咬牙掀开尸体的衣领 露出血肉模糊的左胸 啊 祝田发出一声绝望的喊叫 吼声在小小的地窖里无限回荡 像是走投无路的恶狼咆哮 痛苦又凄凉 他猛地扭头看我们 眼神凶得像是瞄准猎物的阴损 你们知不知道是谁干的 我笃定道 城主府近些日子从未招过小厮 你哥哥是被人有意安排进府中 谁让你兄长来的城主府 谁就是凶手 祝田的眼眶通红 咬着牙说道 我还记得接下任务的那天 哥哥表现得很奇怪 他特别开心 说等他回来 我就有钱娶瘟疫了 瘟疫 就是方才和我聊天的那个姑娘 祝田瞇着眼睛 像是在回忆着什么 那天哥哥兴奋得一晚没睡 好几次吵醒了我 半梦半醒之间 我迷迷糊糊看到哥哥 把一个盒子塞到床底下 那是个七木盒 上面还有苗筋 特别漂亮 祝田的语调陡然提高了 去我家 那个盒子里可能藏着些什么 我们三人来到了成熙一余 这里的屋子成片贴在一起 屋檐颓匹 处处散发着腐朽的气息 一位妇人拿着夜壶推开家门 她抬起眼皮懒懒地 瞅了我们一眼 随手把夜壶倒在了巷口 黄色脏屋躺了一地 迎虫蜂拥而至 祝田显然已经见怪不怪 踩着脏屋 静直向前给我们带路 我不是什么金贵扭捏的 深闺大小街 使了轻功避开脏屋 跟上祝田的脚步 寒昭也紧跟在我身后 巷子曲折 我们绕了约一炷香的时间 才见到祝田站在一扇不起眼的 木门前站定 从怀里取出一把掏出钥匙 插进已经绣成绿色的索心 推开门 房间里称得上是一瓶如洗 除了桌椅等家具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物实 但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规整有制 桌子上干净的不见灰尘 看得出主人时常精心打扫 祝田把钥匙丢在桌上 拿起油灯 麻利地在床边趴下 投往床下探 很快就听见他说道 我找到了 祝田长臂一捞 就从床下取出一个红色木盒 盒子约三寸长 小巧精致 神兽凹狠盘踞河面 有不怒自威之态 凹狠 这是昆拓国的神兽 寒昭难难道 昆拓国是我国邻国 墨城就位于两国接壤处 祝田显然已经耐不住性子了 他在墓河某处扣机三下 河面自动弹开 露出里面静静躺着的地气 等看清地气上的名字 我和寒昭都下意识地 倒吸一口凉气 这是一个谁也未曾意料到的名字 谭英发 这张地气是谭英发给 祝田兄长的酬金 寒昭抓起地气 反复看了三遍 跌坐在椅子上 满脸震惊 就在三日前 我们亲眼目睹 谭英发蒋起和寒城主的往事 他老泪纵横 真挚得像是把心 剖在我们面前 可谁能想到 在他的眼泪下 是按捺不住的杀心 寒昭重重 一拳锤在桌上 桌子瞬间分崩离弃 突然 他抓起佩剑 夺门而出 我意识到 他要做什么 轻功使道极致 冲出门 想要拦住他 可还没等我追上 一名暗卫飞奔而来 跪在寒昭面前 急急报道 哨城主 放哨的兄弟 刚刚看到谭英发 携妻子趁夜出城 往昆拓国的方向去了 我们赶到谭府时 整座府底空空荡荡 只余下几个洒扫的仆役 寒昭一怒之下下令搜府 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就在谭英发的书房中 发现多封谭英发 与昆拓国将军孟严来往的书信 我粘起一封信 这封信是谭英发在得手后 写给孟严的 孟将军 我今日去韩府探查 韩昭以重病为由拒绝探视 寒冬大抵非死也残 无力执掌局面 切莫错过此次出兵良机 事成之后 您允我的城主之位 可还作数 孟严的回信只有一个字 好 他居然为了城主之位 私通外敌杀了爹爹 信纸被韩昭攥成了一团 他捏着信纸的指尖 都因用力成了白色 掌心渗出丝丝血迹 我心疼得很 忍不住附上他的手 轻柔地掰开他自残的手 指尖伸进指缝 食指紧紧相扣 另一只手抚平他额尖褶皱 我柔声道 当下不是生气的时候 孟严得了信 怕是已经出兵了 不日就会兵临城下 他有备而来 带的军队怕是不少 我们得抓紧谋划下一步 寒昭沉沉叹出一口气 陌城已经十多年没见战火 陷下城中守军只有五千 仅凭这些人 怕是远远不够 我们得向朝廷求助 请求援兵 我摇头否决 从这里快马到京城 需要半个月 一来一回就近一月 怎么来得及 寒昭问我 那怎么办 离墨城最近的城池是五书城 眼下最好的法子是从五书城抽掉守军 只是 无兵服就无掉兵之权 我们又该如何说服五书城守将冒着掉脑袋的风险 派兵增援 这时 我想到了一个人 沈清河 沈清河是宰相之子 朝中重臣 多年来声名在外 本就颇有微信 再加上 他此次是替皇上出使 身携天子信物 如果他出面劝说五书城守将 事情或许还有转机 我们马不停蹄地赶回韩府 早在前几日 我们就已经排除了沈清河的嫌疑 在我的请求下 韩昭把沈清河从牢中放了出来 软禁在韩府的一个别院 送餐的下人回禀说 沈清河每日多事休息琴棋书画 过得怡然自得 丝毫不为处境所困 我怕韩昭与他再起冲突 孤身去了沈清河的小院 我踏进院门的时候 沈清河正背对着院门练舞 他还是穿着一身月白色的衣裳 长剑落在身侧 素身长力 端得身姿如玉 英气薄发 书弟他动了 手中长剑横踢 剑锋凛 破开疾风 刮得冬青树叶飘零 纷纷扬扬如大雪落下 沈清河手中长剑不停 直指空中落叶 手腕飞转 剑快地只能捉到片刻残影 却见片片落叶 在空中拦腰截断 散成两半 扑了一地 眼见他刺穿最后一片落叶 晚了一个剑花 沈清河腾空翻转 顺势压低剑气 卷起满地落叶 右手在空中划过满月之态 向身后一次 剑气裹着万千落叶直逼我眼前 我始料未及 慌忙间脚尖点地 腰身下坠 向后臂去 沈清河没料到 我会在他身后 在片刻的震惊后 他急忙丢了剑 飞扑过来 剑气切断我夹边长发 擦着我的脸飞过 击中身后竹林 沈清河在最后一刻 拥我入怀 重重跌在地上 我们同时发出一声嫩哼 你没事吧 沈清河出言关切 我跌在他身上 仍觉得像是被人重击在胸口 疼得五脏六腑 都仿佛移了胃 没 没事 我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 抬起头 恰好撞上他炽热的眼神 我们相聚不过三寸 呼吸交织在一起 我能清楚地看到 他因疼痛而紧锁的眉头 还有满脸的关心和在意 此情此景 让我恍惚间想起新婚时 我替他洗手做羹汤时 不慎受伤 他也是这般疼惜 我善闻善武 却独独不擅长厨艺 那时一心想着 替心爱的人做些吃食 莽撞下厨 却因为分心切到了手 沈清河拦我入怀 对着伤口轻轻吹气 我始终记得 他当时说 我娶你回家 是因为爱慕你 以后这些事 都交给下人去做 那一刻 他的眼神就和现在一模一样 可惜 都是些该了断的往事了 我避开他的眼神 按下仿佛摔得一味的五脏六腑 抚着胸口站起身 沈清河神色受伤 他低下头 沈声说道 抱歉 我不知道你站在我身后 一时不察 差点误伤了你 无妨 怪我不出声 又离得太近 沈清河站起身 拍吊身上尘土 没有说话 他不接话茬 气氛突然变得尴尬起来 我轻壳一声 硬生生调转话题 同沈清河讲起近日发生的种种事情 并请他出面求援 昆拓军队很快就要到了 我与韩昭德在城中指挥迎敌 脱不开身 能否请你快马加鞭至五书城求援 救下莫城一城百姓的性命 你是想让我以圣上名义 让五书城出兵来圆 沈清河苦笑一声 谎传军令 这可是杀头的大罪 我不由自主地咬紧嘴唇 硬着头皮说道 我知道这是为难 可眼下这是唯一的法子 莫城是边关要塞 绝不可施 事及从全的道理 想必圣上也能理解 沈清河揉着额角 满脸无奈 深北 你误会了 我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只是我身系异足安危 行事不能不慎重 我 待此事了 我自会向圣上秉明一切 所有后果我一人承担 所有功劳 都记在你身上 这样可好 我的客气与疏离 似乎伤到了他 沈清河神色七楚 嘴巴张了张 最终把解释尽数咽下 轻轻地点了点头 好 我跑这一趟 但我有一个要求 他的目光又落在我身上 你跟我走 莫城太危险了 我不放心你留在这 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 我不走 我要留在这 沈清河急了 语气也中了几分 我并无虎福 此行只有五成的把握 若是我叫不来援军 我笑着打断他 那我就与莫城同生死 共存亡 你 沈清河气劫 所以 沈清河 我和莫城数万百姓的性命 都靠你了 沈清河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无数情绪在他眼中翻滚 像是灼热的火光 烧得人心慌 可我分寸不让 我们僵持了很久 我眼瞧他脸上愤怒的红色渐渐退去 狼狈与挣扎被塞回心底 他又变成了那个波澜不惊的翩翩公子狼 沈清河终究是拗不过我 他勉强扯着嘴角 摸摸我的头 说 等我回来 我如释重负 好 沈清河当即收拾行囊准备出发 我与寒昭为他践行 临行前 他一拳垂在寒昭胸口 照顾好深北 他如果有什么闪失 我绝不会放过你 寒昭这次倒是难得的好脾气 不声不响地受了一拳 还郑重其事地拍拍沈清河的肩 算是硬下了 我斟满三杯酒 递给他们 杯盏相撞 一饮而尽 我翻过酒杯示意 杯中干干净净 随手将酒碗砸在地上 啪的一声 激荡出万丈豪情 他们微微一愣神 随后相视一笑 效仿我将手中杯盏 用力置于地上 杯盏碎落得清脆声响 我抱拳道 叛君早归 沈清河汉手 翻身上马 扬边而去 他一蹶飘飘 如同飞鸟划过天际不留痕迹 消失在茫茫沙漠中 我牵住寒昭的手 接下来就靠我们了 少城主照城中百姓 据于百戏台前的消息 在瞬间传遍了大街小巷 人们闻讯赶来百戏台 却见一身稿素的少城主 面色沉沉 一言不发 城中百姓看到寒昭的装扮 依稀猜到了些什么 遍雨声聚集成风暴 在台下飞速刮过 一直等到人们里三层外三层 将戏台围得水泄不通 寒昭从府椅上起身 夺步至百戏台中央 他沉静的目光扫过台下百姓 躁动不安的人群 当即尽了声 各位父老乡亲 今日教诸未来 是想说一件 关乎莫城生死存亡的大事 数日前 城中富商谭英发 肖想城主之位 勾结昆拓人 给父亲下毒 纵使我们遍寻明医 依旧是无力回天 有个屠夫扯着嗓子问 少城主 你的意思是城主死了 寒昭缓慢又沉重地点了点头 台下一片哗然 纷纷杂杂的声音 一波推着一波 当中溃然感叹者有之 义愤填膺者有之 惶恐不安者亦有之 城主正当壮年 怎么这么突然 谭英发这狗贼人在哪 我去宰了他 有城主在 我们才过了这十几年的好日子 这下没了城主 我们该咋办呢 寒昭摆了摆手 示意众人安静 带纷纷扬扬的声音都落了下去 才继续说道 当我率兵搜查谭英发府底 却发现他早已逃往昆拓 我在谭府找到了这封谭英发和昆拓将军孟严勾结的书信 谭贼杀杀我父亲 妄图引敌国入城 就为这莫城城主之位 寒昭将信高举示众 我就问问大家 此等奸人想成为莫城城主 你们同不同意 昆拓人要莫城 俯首贴耳 你们同不同意 不同意 百姓一口同声 那你们可愿意随我迎敌 将那昆拓人打得头破血流 不让他们靠近莫城半步 有人带头举起了手 那双手皮肤细嫩 一看就不曾袭染风霜 那是个书生的手 书生看着台上的寒昭 昂声说道 直解沙场未果死 何须马格果失还 字字句句 如金石置地 砸得人心潮澎湃 更多的手举了起来 更多的人硬喝倒 何须马格果失还 一种难言的肃穆感 弥漫在众人之间 那些怯弱的质疑声 渐渐淡了下去 放眼看去 都是莫城百姓的眼睛 亮闪闪的 坚定的眼睛 那些眼睛里 闪着无名的焰火 焰火燎原 终会烧尽一切 寒昭目光坚毅 右手起誓 好 我在这里发誓 必将带领诸位 守住莫城 若莫城失守 我已死谢罪 昆拓军队 比我们想象中来得更快 四日晨午 我们正在用午膳 守卫匆匆来报 远方沙土飞扬 似是有敌军破尽 他们显然有备而来 开路的三千铁骑 身着促心的甲昼 阳光一照 荧光亮的刺眼 其后的大军浩浩浩商商 放眼望去茫茫无边际 来的人比我们设想的还要多 我捏了一把汗 好在我们提早做了些准备 昨日动员之下 自愿报名守城者数千人 我们临选其中状年男性三千 凑成八千守城军 其余人等皆作为后备队 全城百姓更是连夜一起加固防御攻势 筹备各类守城物资 末城外 凡是射城内的草木 全部清除 挖掘一丈深的战壕 埋入尖庄 其上盖上稻草细杀 伪装成原路 城墙夺口上 一律铺设横幕 以挡箭矢来袭 灵笛的正北门 有守卫三千 其余人等分散守卫东南西各个城门 全员严阵以待 在发现敌情的第一时间 就关闭城门 绝不给敌人可乘之机 昆拓人吃了个闭门羹 倒也没有急着发动进攻 他们谨慎地站在摆杖之外 大局如潮水般翻涌 在浪间走出一位大汉 他身材魁梧 琴齿待发 数十斤重的大刀滴溜在手心 轻松地仿佛是小儿的玩具 大汉逆着眼 冲我们喊话 我乃昆拓将军梦言 莫城城主 韩东已死 再没人能拦下我 昆拓十五万大军 你们若是开城投降 我承诺不杀一人 我痴笑一声 没想到这昆拓将军 还打着不费一兵一卒 就拿下墨城的算盘 我反唇相机 孟将军 你这话我可不敢信 我们若是开了城门 那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是生是死 还不都有你说了算 我以生育担保 绝不食言 生育 可笑 我若以我的生育担保 你能不能退回昆拓 孟言怒道 你 不知好歹 孟将军 别费口舌了 我们是不可能投降的 只要我还活着 你休想攻下墨城 说得好 韩昭府长大笑 这笑更是激怒了孟言 他气得胸膛鼓掌 满脸通红 手中长刀一挥 刀尖直指我的脸 兄弟们 给我上 杀了他们 踏平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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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万大军齐声高呼 连地都晃了晃 昆拓士兵如水一般慢了过来 他们人数众多 又训练有速 行进地飞快 我们一着眼 看他们步步进逼 心中默默计数 五十丈 二十丈 十丈 一声惊呼呼地炸开 就像是在平静的水塘里 突然置尽了一颗石子 不知是哪个倒霉的先锋 踩中了陷阱 掉进了我们埋设的战壕内 豪中尖刺不留情面地贯穿他的身体 瞬间血肉翻飞 凄厉的惨叫声 在城楼上都清晰可闻 啊 陷阱 有陷阱 前头的冲锋兵 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们挣扎着向后躲 却被后面蜂拥而至的士兵 推搡着向前 血雾如同一朵朵虎刺煤 绽放在沙场之上 内脏挂在木桩上 散得七零八落 冲锋队形在骤然打击之下 七零八岁 有些胆小的士兵 甚至已经掉头往回跑 一开始的气势如虹 荡然无存 孟严当下挥着大刀上前下令 冲 不准后退 后退者 斩立绝 后面的人听了这话 更是不要命地往前冲 一波波前锋 被自己的同伴硬生生推入沟壕 眼睁睁地看着尖刺 扎进自己的身体 昆拓人竟用战友的命填平壕钩 墨城外咒骂声和惨叫声 此起彼伏 我别过头 不忍心再看着手足相残的场景 屠戮同辈 毫无人性 寒昭拓骂道 我们本以为这道壕钩能拦上一阵 没想到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昆拓人就毫不留情地 踩着同伴的尸首 继续发起冲锋 他们的眼里装着嗜血的火焰 似乎要把墨城焚烧殆尽 人实在是太多了 在这样不要命的攻势下 我们很难撑到沈清河带回援军 眼看他们已进射程之内 我缓缓举起右手 弓箭守得令一字排开 搭箭上弓 弦如弯月 放 我一声令下 箭矢如雨 铺天盖地直坠而下 昆拓前锋纷纷中箭 一个个就像是泄了力的沙袋 扑倒在地 箭矣成功阻碍了攻势 几回莽冲都被我们的箭矢打了回去 一轮又一轮的箭阵之下 墨城前满是尸体 几乎没有下脚之处 孟严牵着马徐徐向前 不知说了什么 昆拓先锋军迅速回撤 中间散出一条树站宽的通道 工程军推着云梯缓缓出场 见到那云梯的模样 我心头一颤 昆拓的云梯以大幕为床 下射六轮 上立二梯 梯子下方有一小事 当中藏着数人缓缓推动车轮前进 纵使流箭无数 亦不能伤其分毫 他们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缓缓靠近城墙 我们却束手无策 千万人之中 孟严笑声张狂 小小女子如此狂妄 这下我看你怎么办 随着她趾高气昂的画 飘到城墙之上 昆拓云梯已经搭上墨城外城 昆拓人从小事中鱼贯而出 顺着梯子爬了上来 放眼看去 数十座云梯一字排开 奋力攀登的昆拓士兵 就像是密密麻麻的蚂蚁 昆拓前锋的手已经要够到夺口 我咬紧牙关 倒油 早已备好的燃油瀑布般倾泻而下 结结实实浇在云梯上 我接过侍从早已备好的火把 扔了下去 火焰像蛇一样速地窜开 云梯布得太密 火焰轻而易举地蔓延开来 瞬息之间烧成了一片火海 云梯上的昆拓前锋 猝不及防淋了满身的油 还没反应过来 就烧成了火人 凄厉的惨叫声 在沙场上炸开 那声音仿佛是来自地狱的鬼哭狼嚎 他们拼命扑打身上的火焰 却在松开了云梯的请客间 抵直掉了下去 冬的一声 火光吞没了他们最后的声音 恰在此时 起风了 天色一下子暗了下来 昏昏沉沉的颜色 扑染在天地之间 只剩下这团火 趁着风势越烧越大 越烧越红 烧成一面火墙 冲着昆拓大营的方向 辽远而去 孟严立刻就慌了神 他勒住精马 勉励执掌乱成一团的局面 闭火 今日先撤 全部撤退 孟严没给我们喘息的时间 第二日晨光稀微 号角骤响 昆拓金戈铁马而来 骑士可吞山河 我看着城下修整了一夜的大军凯探道 兵贵胜 不贵酒 孟严想要速战速决 不给我们求援的机会 他们想要一股作气速战速决 我们就打他个载而衰 三而劫 寒招覆手而立 全员听令 上铁销 放 随着寒招一声令下 铁销如飞鹰猛冲直下 力爪勾住敌军铠甲 众人合力拉绳 一个个昆拓士兵半悬空中 动弹不得 随后万箭齐发 被铁销勾中的人都成了火靶子 孟严剑形势不妙 下令大军结成顿阵 弓箭手藏匿其后 伺机反击 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多 光靠铁销和弓箭根本不够 我只能效仿昨日的战术 倒有点火 以茫茫火海 隔绝昆拓前进之路 两军从日出战到日落 末城前满地箭矢 尸横遍野 尽管有横幕隔绝 我们也伤亡惨重 直到沙漠吞没最后一丝光亮 夜晚视线不佳 孟严决定率军撤退 我长舒一口气 他们退得不远 登上城楼 就能见仗营里星星点点的火光 昆拓就像一只虎视眈眈的猛虎 盘踞城外 随时准备将墨城吞入腹中 这一晚我心神不宁 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因而特意加了守卫的数量 一夜无眠 却是一夜风平浪静 清晨我顶着红肿的双眼 在登上城楼 昆拓以列阵城外 叙事待发 我预备着重演前两日的战局 谁知梦言却突然改了战略 他率军屡屡扬装进攻 一进射城之内 待我们万箭齐发 烈火城墙 却又突然撤了回去 而箭雨和火阵一停 他立刻指挥军队 再次发起进攻 来来回回 反反复复 烈火空燃 箭矢往发 我知道梦言亦在消耗 可我却别无他法 只要我下令停止攻击 昆拓就立刻不要命似地冲上来 他们来势汹汹 斗志昂扬 隔着百丈之远 我仿佛都听见了 梦言肆意的嘲笑 寒昭气得牙关紧咬 手握成全重重 垂在城墙上 这一日 昆拓机无伤亡 而等今日战火结束 我们清点物资时发现 库中油料仅剩一成 见识也止于半数 明明是库鼠三伏天 我心中却是良意弥漫 滴水生冰 这样下去 我们如何等到援军 正当我心乱一凡时 寒昭当机立断 深北 你继续清点物资 我去想办法寻些油料 解当下燃眉之急 我点点头硬了 寒昭道 等我回来 我目送他的身影消失在门口 视线落回手中的侧子 又点了没两件 库房外突然传来 冲乱的脚步声 哨兵匆匆来报 看到城外有人 正接近昆拓营地 我猛地站了起来 莫不是我们的援军来了 可莫城至武书城来回 至少需要七日 今天才第四日 一念至此 我的心中有了不祥的预感 忙赶到城楼上 暮色似合 看不分明 但确实有一大团阴影 自北向南向昆拓营地移动 我心中量了半截 莫城之北是昆拓的领地 这些人大抵是昆拓的援军 我尚存一丝希望 屏息静待 却眼睁睁看着这团阴影 与昆拓大营逐渐融为一体 莫城的生机 愈发渺茫了起来 一日 北风呼啸 乌云缭绕 昆拓的号角 踏着席卷的风沙而来 裹挟着肃杀之气 荡过莫城上空 在重重劣阵的军队中央 昆拓缓缓推出数十台投石机 等看清投石机上装载的东西 我浑身一震 机座上熊熊燃烧的 不是炭火又是什么 昆拓将油倒在炭火上 烈火煞石窜上重销 千军万马之中 孟严放声大笑 这份连夜送来的大礼 你们可得好好感受一下 孟严长刀横辉 一声令下 无数炭火如陨星飞上天空 支撑一张燃烧的赤色大网 铺天盖地照住墨城 热浪扑面而来 灼得人脸疼 我持见奋力劈开迎面而来的火星 吼道 烈顿阵 快 可是已经晚了半步 亦或是铺天盖地的火光 本就必无可避 城墙上的盾阵 还稀稀拉拉不成样子 火光趁机从盾牌宽大的缝隙间钻过 砸在地上和弟兄们身上 瞬间溅起无数火星 火焰攀上衣裳 撩了头发 刹那间吞灭一切 哀红遍野 如坠人间烈狱 水 水在哪 线下只有几口预防走水 备着的水缸 根本不够 已经派弟兄们去打水了 可这怎么来得及 还没带我说出口 一声尖叫在我耳边炸开 我扭头看去 撞见一张熟悉的面孔 竟是筑田 他不知何时参得军 此刻身上却落了火星 眼下火光正飞速窜开 攀着他的战袍往上爬 他瞧见我 哆嗦着嘴向我求救 火越烧越旺 筑田带火的绣袍被风卷起 差点撩了我的头发 寒昭扯着我往后退了几步 小声道了句当心 一边取下腰侧的水壶 将水尽数泼在筑田身上 可这水太少 吃得一升后 几缕白雾散尽 火又烧了起来 就像是经味田海时 雕着的一根细枝 于汪洋大海 没有半点用处 筑田更害怕了 他挣扎着倒在地上 来回翻滚 试图压灭火焰 慌乱间 筑田一脚踢倒了一旁 落成小山的沙带 沙带冬地砸在地上 激起一片尘土 沙字 我迷迷糊糊想到了些什么 这细沙原是为昆拓强攻时 预备着御敌的 可若放在当下 可以用来灭火 我欣喜若狂 拔剑割开沙带 黄沙倾斜而下 尽数浇在筑田身上 尘土弥漫 而筑田身上的火光 一点点熄灭 成了 我当即下令 快 用细沙灭火 将士们很快就反应过来 刀枪剑挤插进沙带 细沙如瀑布般泼洒而下 吞噬着炽热的焰火 赤色火光 没了方才张牙舞爪的气焰 一点点败下阵来 最终掩其息骨 黄沙满地 每个人都灰头土脸 筑田简直像是 街边流浪多日的乞丐 浑身上下沾满沙土 他狼狈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脆得吐出嘴里的沙子 我和韩昭相视一笑 笑着劫后余生 笑柳暗花明又一村 当我们忙着灭火的时候 昆拓第二轮火弓 蓄势待发 正当我们已经预备好顿墙 打算将火拦在 铜墙铁镇之外时 孟严一声令下 火光高高跃起 跨过城墙 落在我们身后的墨城之内 墨城百姓的家园 请客间沦为一片火海 人们的哭嚎 传至城墙之上 护城军士哪还有守城的想法 各个目自尽烈 几乎就想吞去军甲 冲进火海 就在此时 昆拓吹响冲锋号角 十万大军倾巢而出 杀意漫天 一边是走水的家园 一边是如狼似虎的外敌 军士们对我抗敌的命令 置若罔闻 仿若他在说出口的瞬间 就已经消散在北地的狂风中 一时之间 人心惶惶 人言废废 我第一次生出 茫然无措的感觉来 一片混沌中 韩昭轻轻握住我的手 似是安抚般的轻轻骂撒 随后 他怒吓一声 所有军士不得妄动 为令者 斩 这一声如平地惊雷 瞬间定住了那些 蠢蠢欲动的士兵们 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 韩昭继续说道 你们现在冲回去救火 又有何用 待昆拓破了墨城 满城上下人人性命难保 难道你们的亲眷 还能保住安危 昆拓此计 就是为了让我们自乱阵脚 以便趁虚而入 你们一个个当真 就重计不成 那难不成就让我们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被 烧个干净 有个年轻的声音反问道 难不成你要眼睁睁看着墨城 落入昆拓之手 你可听说过 提之不存 毛将烟覆的道理 韩昭身吸一口气 朝诸将士拱手作医 眼下墨城需要诸位 就当是韩某的请求 请诸位听少夫人之令 守住墨城 韩某会携一对亲卫 去城中指挥灭火 并当尽全力 互助诸位的亲卷 韩昭言辞恳切 那些不满的抱怨声 沉寂下去 使兵眼中的光 又亮了起来 我接着他的话说道 若是愿意继续作战的 请随我一起 击退昆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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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声声呼号中 韩昭向我点头致意 点了一对匆匆退场 奔赴城中灭火 而我安排方才 为受伤的士兵 结成防御阵列 以细杀 滚石 俯以刀剑御敌 在敌人逼近的极端时刻 可使用燃油 韩昭昨日征集的蜡油 与竹油数量不多 得紧着些用 今日我均伤亡惨重 人手愈发紧缺 几次有昆拓的漏网之鱼 登上城墙 好在被及时处理掉了 没有酿成大火 总算撑到昆拓 总算明金收兵 我转身看向内城 火光已灭得七七八八 烧焦的烟味 依旧弥漫在墨城上空 我安排好哨兵与守卫 忙去城中寻找韩昭 下了城楼 城中沿路都是些 无助的百姓坐在街边 愣愣地看着复之一句后 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废墟 我行不匆匆 总算在最后一片火光中 找到了韩昭的亲衛 我正想开口询问韩昭的行踪 就见他背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玉 从火场里冲了出来 几乎就在他跑出屋子的那一瞬间 被烈火炙烤的房梁轰然倒塌 火焰几乎撩到他们的衣上 我吓得心脏都停了一刹 韩昭跑到安全的地方放下老玉 他动作轻柔 抬眸时恰好与我四目相对 他呼得笑了 快步小跑过来 我急急迎上去 用力抱住了他 刚刚快吓死我了 你都看到了 我埋在他怀里 滴滴地恩了一声 韩昭长叹一口气 轻轻拍拍我的背 没事了 我这不是好好的 我抱着他缓了好一会 才按耐下担忧的心情 转而询问他城中失火情况 他答道 百姓伤亡不到百人 大多数人反应得很快 但凡有些老弱病残 邻里也都帮衬着救了出来 但他的眉头深深蹴在一起 城中近三层房屋烧毁 损失不计其数 我叹了口气 这些百姓 没了栖身之处 我有个主意 嗯 谭英发誓 莫成数一数二的富商 又酷爱置业买地 不如我们 抄了他的家财 给无家可归的百姓居住 我扶掌大笑 哈哈哈哈 真是个好主意 那这事 就交给夫君来办 我和韩昭花了整整一夜 才安顿好流离失所的百姓 谭英发的田产再大 也容不下这么多人 城中的寺院 安济坊 福田院 客栈 乃至城主府 凡是空置的宅邸 都被征用作妻身之所 才勉勉强强塞下所有人 人多了 难免就有几个计较刻薄的人 挑挑拣拣 埋怨住的地方不合心意 甚至从口角上升至动手 我可不纵着这些人 凡事闹事的 统统被赶了出去 纵使流落街头 也不再有任何安排 忙到晨光细微 我累得有些恍惚的脑子 才终于意识到 居然已经是第二天了 再过一个时辰 就是昆拓立兵莫马 发起进攻的时候 前线不能缺人 我得去守着 我如同一个木偶 任由腿拽着身子 一步步挪到了城墙上 城外还安静得很 黄沙漫漫 不见一个人影 寒昭也是累坏了 他见敌军未至 索性盘腿坐下 身子靠在墙上 懒洋洋地冲我招手 折腾一夜了 线下就让哨兵守着吧 我俩倚着睡会 我轻轻硬了 沿着墙根坐了下来 头靠着他的肩 脑海里那些飞舞的思绪 一下子就落了下来 现实的战火 似乎离我越来越远 久违的安宁感 沉沉地包围着我 我沉沉进入梦乡 这一觉睡了很久很久 我迷迷糊糊记得 自己做了很多个梦 半生回溯而过 我梦见自己 回到了调称之年 父亲一心将我 培养成深归小姐 日日督促 我学琴棋书画 我却偏偏对 冰家之道着了迷 日日缠着父亲撒娇习舞 父亲的眉间皱成了山川 终是耐不过我的请求 点头隐了 而后画面一闪 我跟随母亲来北江 看望驻守边关的外祖父 外祖父急疼爱我 手把手教我练舞 还教我用兵之道 我第一次目睹兵戈时 怕得躲在母亲怀里 外祖父率军冲出城门 与昆拓大军厮杀在一起 鲜血与夕阳相应 整个世界都被染成红色 随着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 慢慢淡去 我又不知何时回了京城 周遭铜锣唢呐奇响 在一片恭贺之声 我被人扶上喜叫 有人小心翼翼地掀开我的盖头 我抬眸看去 模糊的面孔看不分明 我伸手去够他的脸 身子却猝然移动 将我拽回现实 迷迷糊糊睁开眼 四周的陈舍熟悉又温馨 我不知何时回到了城主府 韩昭正捏手捏脚 把我放在床上 他见我醒了 递给我一杯温热的水 不紧不慢道 今日昆拓没有出兵 咱们又拖了一天 我看你睡得香 就没叫醒你 今日倒是意料之外的平静 我戳一口温水 说道 算算日子 沈清禾若是顺利的话 明天也差不多回来了 墨城的希望 都压在沈清禾身上 只盼他一切顺遂 沈清禾离开的第八日 他还没有回来 城中已经濒临崩溃 墨城内物资告急 粮食紧缺 百姓隐隐有了怨言 而连日消耗下 军中尚能作战的兄弟 不足半数 对这场漫无止境的守城战 见援军久久不止 军中传出了一些 畅衰莫城的风言风语 我刚到城墙上 就见一群士兵聚在一起 交头接耳 当中一人颇有愤懑 大声议论道 那沈公事早就跑了 哪会管我们莫城的死活 我当场冷了脸色 知道 不管沈公事跑没跑 我看你倒是想跑得很 那人一看是我 方才张扬的神色 立马没了踪迹 哆哆嗦嗦跪在地上 好一会说不出话 我没搭理他 照常布置今日的攻防计划 只是在最后又添了一句 你们若是想走 随时可以走 如果决定留下来 就别说这些无用的丧气话 周遭立马进了声 无人再敢妄议 昆拓休整一日后 气势大胜 一个个都不要命 四地压了上来 莫城的兵力 越发捉襟见肘 常有漏网之鱼攀上城墙 我直剑而立 浑身是血 我早已分不清 身上都是谁的血迹 只觉得黏腻的血腥味 积得胃里翻江倒海 又被我死死压下 又料理了一个小兵 许是剑刃卡在住骨头 我拔得颇实费力 这时却听到一声惊呼 油没了 油没了 糟了 我心里一沉 尖阙上突然传来剧痛 手中的剑 差点掉在地上 我忍痛反手 把剑送进偷袭者的肚子里 浑身力气压在剑上 扑斥一声 鲜血蹦剑 透过铠甲染红我的双手 宣告性命终结 偷袭者倒地的那一刻 我浑身力气都被抽走了四的 跌在地上 我跪在地上 眩运感不断击打着我 阴影在眼前层层堆叠 几乎盖住我整片视野 不行 我必须撑住 墨城 绝不能亡 银牙紧咬 我已见称帝 支起摇摇晃晃的身子 沉声下令 别慌 上滚石和弩剑 镇静雨掉下 掩藏着一个秘密 我眼前已然漆黑一片 看不见任何东西 不知是哪里袭来的 见破风而来 我却不知该躲往何处 冷汗如雨 速速而下 惊恐间 我听到刀剑相撞 铮铮作响 又听见韩昭 惊慌地喊着我的名字 深北 你怎么了 韩昭回来了 我心头猛地松了一口气 我 刚说出一个字 黑暗就完全吞没了我的意识 我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 但意识恢复清明 眼前的云翼已经散去 昏倒前的记忆 一股脑涌了上来 我立马翻身下床 左肩却袭来一阵疼痛 伤口做了包扎处理 此时又渗出丝丝血迹 我拿了绷带 又缠了几圈 忍痛披上外衣 一旁的侍女见我起身 窃窃说道 少城主让您好好休息 一切交给她就行 我穿上战甲 拿起桌上的剑 问她在哪 还在城楼上 我挑了匹马 直奔莫城北门 半路却远远听到了 昆拓明金寿兵 一路上都是彼此搀扶着伤员 多日消耗下 将士折损惨重 我甚至不敢去想 我们是否还能撑过明天 远远地就看到 韩拓向我招手 深北 你怎么在这 我立马翻身下马 赢了上去 我已经没事了 今天战事如何 还顺利吗 韩拓将我上上下下 仔细检查了 确认我没有大碍 才皱着眉道 今天算是守住了 但情况不太好 八千守卫军 尚存作战能力的 不足三成 这样下去 明天肯定撑不住 我们得再补一批人 顿了顿 他继续说道 不过 事情的关键还在于 沈清禾到底 能不能带来援军 韩拓沉沉叹了一口气 我心知沈清禾 这么多天还不回来 大抵是希望渺茫 但我仍是牵起韩拓的手 劝慰道 不论他能不能带来援军 我们都要互莫成的 数万百姓的周全 一起坚持到最后一刻 当晚我们发了征兵告示 好在百姓守卫家园的意志坚定 很快就来了一大批 自愿报名的人 令我意外的是 报名的两千人中 有一千人是妇女 我看着名册里的昭帝 翠菊 念帝等人的名字 思虑良久 点了花名册上的王念帝来见我 王念帝很快来了 他三十上下 穿着褶色短打衫 拿帕子裹了头发 模样很是精干 见到我时 王念帝眼里立刻放出了光 少夫人 俺可见到你了 俺听说最近打仗 都是你在指挥 可威风了 我笑了笑 让他坐下聊 他局促地撵着衣角 连连摇头 俺站着就行 站着就行 我并不勉强他 只是问道 我看你报名了此次征兵 王念帝点点头 从军可不是小事 战火无情 一个不慎 就可能会丢了性命 以往几乎没有女子参军的先例 在军中你 可能会受到歧视和排挤 这些你可都想过 俺之前也不敢动参军的心思 王念帝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只是看到您之后 俺才想到 既然您能当将军 俺们是不是能来当兵 俺家男人总说 婆娘干啥都不行 现在就要证明给她看 俺也可以 至于您说的这些 俺都有想到过 这次报名的婆娘这么多 俺们在军中也能有个照应 看到她坚毅的模样 我的心里又是欣慰 又是感慨 我打小喜欢舞刀弄枪 不知瘦了多少白眼 我曾听到人们背后议论 说尚书家的嫡女不学无数 天天嚷嚷着习武 以后怕是南密夫家 真是丢上书的脸 我不想父母因我蒙羞 于是在练武的间隙 我拼命学琴棋书画 成了京城的第一才女 那些议论声才渐渐淡了下去 我一直庆幸家中我父母宽厚 外祖父疼爱 有的我做喜欢的事 而如今 墨城的一千女子 许许多多个王念帝这样的人 也有机会证明自己了 我拍拍她的肩 你说得对 我可以做到的事 男人可以做到的事 你们也可以 一千娘子君比我想象的更优秀 王念帝经过一炷香的时间后 就适应了沙场的血腥味 他守在工程梯前 趁敌人刚探头的时候 冷着脸割断敌人的脖子 一天下来居然也杀了近十名敌军 我夸他英雄无畏 他倒是有些羞涩 俺不怕血 俺家里是卖猪肉的 平常杀猪都习惯了 得益于这批心生血液 墨城在一轮轮战事中撑了下来 直到沈清河离开的十三日 粮食告急 城里发的救济粥 不得已从一日三餐 减为一日两餐 也只能再维系三日 墨城百姓见了告示 没说什么 只是看向我的眼神 愈发暗淡 我知道他们的希望正在一点点消失 所谓伏无双制或不单行 军需越来越少 箭矢与燃油全部耗尽 剩下的武器唯有手上的剑 士兵身上心伤天就伤 倒下了许多人 最初的八千守成军 加上后来招的两千新兵 如今尚可一战的仅两千余人 余下的都是些老弱妇孺 征兵也再无可征 两千人拼死又守了一日 入夜时分 我看着收兵回营的昆拓军队 心里却没有一点兴奋 今日是守住了 可明日呢 墨城已是强弩之墨 援军再不来 这一城百姓可如何是好 是夜 我辗转反侧 索性撇下熟睡的寒昭 起身披了外衣 出府逛逛 三更时分 城中没有一点光亮 街边横七竖八地躺着很多人 纵是城中所有府邸都塞满了人 还是有一些流离失所 又无处安置的百姓 我们只能派人临时搭了棚子 分发被褥 暂时委屈在街边睡着 纵使在这样的环境里 他们还是睡得很香甜 呼噜声此起彼伏 混杂着一句句梦话 我静悄悄走过 拐过一个街角 却在无边的黑夜中撞上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 黑夜慢慢 灯笼勉强撑起的光亮打在他枯枝般的脸上 他瘦得仿佛已经没有了血肉 只剩下一副骨架 萎缩的嘴唇张张和和 少夫人 这么晚了 您还没睡呢 我笑着硬了 叮嘱他道 老人家 晚上黑灯瞎火的 还是早些回家吧 他满不在意的摆摆手 无妨无妨 倒是有件事 我想向您打听一下 您说 他打量四周 反复确认附近没人 才凑近我身边 压低声音问 咱们现在是不是没钱买米了 我一时语色 又不知该怎么和他开口解释断粮的来龙去脉 索性硬了 他满脸如我所料的神色 在怀里掏出一样东西 塞到我手里 借着灯笼微弱的光 我勉强瞧了瞧 是一块玉佩 我不解 老人家 您这是干什么 最近城里湿得粥少了 我大概也猜到了 是怎么回事 这一辈子 我没存下什么钱 身上也就这一块玉佩 您把它卖了 换些粮食吧 这怎么行 您自己留着 他白白手打断了我 我已经一大把年纪了 以后也用不着他了 他在您手上才有用 卖了还能多些人吃饱饭 才能保护墨城啊 我还想再推辞 老人家索性白白手走开了 一瘸一拐消失在夜色里 而玉佩静静地躺在手心 色泽透润 触手升温 我回城主府时 发现我不见的寒昭 正在门口急得团团转 我宽慰了寒昭几句 又将方才的玉佩递给他 道出今晚的偶遇 寒昭握着玉佩凯探 莫城的百姓 值得我们以性命相护 我深以为然 莫城的疲态 很快就被发现了 昆拓精锐尽出 裹挟着风沙而来 孟严一马当先 使着大刀放声大笑 我要你们给莫城陪葬 在他的身后 十万大军带动沙土滚滚 遮天蔽日 敌军像海浪一般涌来 拍打在莫城城墙上 连这天地都震了一阵 攻城梯就像是 雨后春笋般窜了出来 下一刻 昆拓士兵如皮肤鱼罐而出 顺着梯子源源不断地爬上来 像是从地狱而来的恶鬼 咆哮着要我们锁命 寒昭和我对视一眼 不约而同地捏紧手中的剑 杀 第一个登上城楼的昆拓士兵 什么都没看见 在他刚刚探出头的那一刻 我的剑似飞花嗡嗡作响 瞬间就抹了他的脖子 滚烫的血喷涌出来 溅在我的脸上 他的目光一点点暗了下去 伴随着刀剑落地的当郎声 直坠而下 砸倒下面一片敌军 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 下一波昆拓士兵踩着同伴的尸首爬上城楼 第二个 第三个 第无数个 他们浑身是血 面目浑似修罗 身侧的弟兄们一拥而上 拿自己的身体筑成墨城最后一道城墙 刀割遍地 鲜血满目 刺目的红色 看得我眼睛发紧 我守在工程梯前 不知杀了多少人 杀到手上的剑卷刃 我索性一剑插进眼前这个昆拓士兵的眉心 他猛地抽出了一下 骂骂咧咧的口中涌出血沫 浑身像是被抽走了脊髓瘫软在地上 临死前 他将最后的目光投向昆拓 看向自己的家乡 我在心中凯探 昆拓执政者的贪婪 埋葬的却是两国百姓的性命 人多的仿佛永远杀不完 地上的尸首叠了一层又一层 我了结数名敌军 转身看到远处的柱田死死抵在一个壮硕大汉身上 压得对方动弹不得 他满身是血 一条长长的伤口割开他胸前的木槿花 翻出猙獰的血肉 大汉仰面倒在地上 撑着脖子在地上胡乱地抓 抓起一把无主的气刀 朝着柱田的腹部狠狠扎了下去 不 我目自尽烈 长剑飞至而出 试图拦下这致命的一剑 可我还是晚了一步 刀从腹部罐透两人的身体 钉在地上 又一个熟悉的面孔倒在地上 再也不会睁开眼睛 刹那间浑身热血凉如寒冰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敌军爬上城楼 即便弟兄们以命相搏 墨城的防线仍在一点点崩塌 我心知墨城撑不过今日了 可是难道就要这样 眼睁睁墨城被灭吗 不 我不甘心 我轻功飞至寒昭身侧 一剑斩下与他缠斗那人的头颅 压低声音附在他耳畔说道 光手是守不住了 你我携手去杀了孟严 昆拓群龙无首 墨城还能有最后一线生机 寒昭浑身都是暗红色的血 眼里的愤怒像是燃烧着熊熊烈火 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咬着牙道好 孟将军 墨城请降 听到这句话 所有人都愣住了 刀剑停在半空中 敌我士兵面面相去 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反应 还是王面帝打破了凝脂的静默 他劝阻寒昭道 少城主不可 我们宁死不愿想 这句话就像是导火索 刹那间点燃了士兵们的情绪 对呀 少城主 我们不愿想 男子汉大丈夫 宁死不屈 寒昭眼封扫过纷乱的人群 压下所有的反对声 痛心棘手道 我们再坚持下去 除了牺牲更多的同胞 又有什么用 眼下墨城已经撑不住了 不如早早请降 换取城内百姓的生机 他转而看向笑得呲牙咧嘴的孟严 孟将军 若是我们投降 你可愿允诺不伤全城百姓 孟严一口答应 行 只要你们投降 我不会伤莫城百姓一根手指头 要我说呀 你们要是早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何必纠缠这么久呢 孟严笑得横肉都挤在了一起 活像一个老狐狸 韩昭无事周遭此起彼伏的叹气声 继续说道 好 韩某这就奉上详书 他撕下一脚衣袍 拿剑割破纸尖 血争先恐后涌了出来 韩昭眉也没咒 以血为墨 落笔降书 还有人想拦着 都被我挡了回去 直到韩昭 写完最后一个字 高举降书示众 随后 我与韩昭对视一眼 同使轻功飞至城下 城上降书并道 请孟将军亲取降书 有个昆拓的先锋举着刀 就想接过降书 韩昭当下就冷了脸色 侧身闭过他的手 弯腰又重复了一遍 请孟将军亲取降书 韩昭语气坚决 声音仿若质地有声 可场上只有大风刮过 卷起我的鬓法 落下一地死寂 我只得弯腰伸身作衣 声音渲染玉气 孟将军 我等已甘愿投降 亲取是为应有的诚意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在孟严身上 他犹豫了一瞬 终是翻身下马 颠了颠配剑 昂首大步走了过来 我半低着头 视线紧紧咬在他的影子上 不由自主绷紧了身子 还有十丈 突然一声马叫丝鸣 有人狠狠扯了下马绳 一切又重归寂静 还有五丈 寒昭的呼吸乱了半拍 孟严的步伐随之迟疑了刹那 我平住呼吸 把腰压得更低 只剩下一丈 孟严伸出左手 右手按在腰间的剑上 寒昭上前递出详书 待孟严接了 又自觉地退后两步 弓顺地站着 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 孟严满意地笑了 松开剑柄 摊开详书 就是现在 风驰电掣间 我拔出藏在袖口里的匕首 脚尖点地 飞跃而出 刀尖自下网上 直指咽喉 同一时间 寒昭暴跳而起 长剑自背后闪出 剑光笼罩孟严 孟严神色大变 他见所有生路都被我们封死 索性右手成全 以退为进 直直轰向我的胸口 在我的匕首 碰到他脖子的一刹那 他的拳风裹着澎湃的内力 一拳打在我身上 剧烈地疼痛袭来 五脏六仿佛在这一拳下 都化为了积粉 我握刀的手颤了颤 从他的喉间划过 只留下了一抹红色的血迹 我不受控制地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 寒昭的剑光从天而降 孟严下意识 用另一只手去挡 寒昭直接竖劈而下 一剑斩断了他的胳膊 咚 我重重砸在地上 内脏腾得恍若刀脚 浮在地上 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 孟严的断臂 悬了一圈掉在地上 染上尘土沙粒 断口处血肉模糊 隐隐可见白色断骨 孟严发出绝望的咆哮声 他捂着伤口 额头青筋抱起交错 眼神恨不得把寒昭 吞入腹中 瞬息间风云万变 一时之间 所有人都正住了 寒昭一击不成 还想再捕一剑 扭转身法刺向孟严 孟严见状 急急后撤竖掌 卫兵这时 才反应过来 涌上前将他护在身后 孟严赫然而怒 大刀支在地上 恨不得将我们千刀万剐 给我杀了他们 有赏 杀 漫天遍野的杀气喷勃而出 朕的天地都暗了神色 可众人的脸上 却浮现出迷惑的神色 因为 这声音是从昆拓营地而来 远远地就看到一点火光月起 很快 那火光一跃树丈高 滚滚浓烟扶摇直上 烧尽孟严的功勋与退路 火焰染红天际 赤色天幕下 一袭白衣翩翩 骑着骏马飞驰而来 火光给他镀上了 一层流光溢彩的飞色 这一刻 他恍若拯救苍生的战神 从天而降 就万民于水火之中 在他的身后 是茫茫无涯 不见边际的援军 沈清河举荐高喊 援军已至 投降者不杀 横跨千军万马 我们的视线隔空相遇 我扯出一个大大的笑 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掉下来 终于 终于 我终于等到了 我没有错信他 而昆拓大军 则是乱成了一锅粥 沈清河 势如破竹 一马当先 冲入昆拓军中 两军相遇 援军气势长红 反观昆拓军营 被毁 加上将领重伤 大军军心涣散 节节败退 梦言不愧是 九经沙场的大将 此刻仍保持着 难得的冷静 他没有理会 身后的骚乱 如具目光死死盯着 我和韩招 下令道 快 抓住他们两个 几个机灵的昆拓士兵 应声而动 韩招身姿如报 一跃而起 凑近我身侧 将我报了起来 他附在我耳边 轻轻道 抱紧我 别怕 我窝在他怀里 按内下胸口的顿痛 感受封在耳旁 呼啸而过 韩招的轻功极好 他挤下腾挪 躲开袭来的刀剑 将蜂拥而至的人群 远远甩在身后 沿着工程梯射击而上 刷 梦言的大刀破空来袭 插在离我们不过三寸的墙上 嗡嗡作响 接着 我听到梦言 气急败坏的声音 此仇不报非君子 你们等着 我一定会来 取了墨城 话音未落 猎马思鸣 我听到沈清禾熟悉 又清冷的声音 你休想 我探出头去看 沈清禾从马背上一跃而起 卷起凌冽的剑气 趁梦言长刀离手 空门大开之际 一箭砍下了他的脑袋 带血的头颅咕噜噜滚了很远 才晃悠悠地停下来 眼睛睁得极大 直愣愣地看着面前的昆拓大军 仿佛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啊 前排的士兵 吓得没了三魂四魄 勉力支撑的昆拓军 一晤而散 不是消失在茫茫大漠中 就是掳了坐阶下球 沈清禾乘胜追击 一路把残军赶回了昆拓 看着败军落荒而逃的样子 墨城上一片哄笑声 我与韩昭也相视而笑 很久很久以后 墨城之战成为一段 兵家津津乐道的佳话 经此一役 昆拓元气大伤 十年不敢来犯 而在众望所归中 登上成主之位的韩昭 正式宣布归顺朝廷 愿听圣上差遣 此后 我 韩昭昭 与沈清禾的名字被人反复提及 铭刻在历史的长河里 而当时的我们对着一切一无所知 正忙着收拢残兵 重建墨城 说来好笑 战是刚了 沈清禾和刚韩昭打照面 就不声不响地揍了韩昭一拳 一脸莫名其妙的韩昭立刻反击 两个人很快扭打在一起 毫不客气地往对方身上招呼拳脚 沈清禾 沈清禾骂 你怎么能让深北置于这样的险境 韩昭也骂 你再不回来 我俩都要给墨城陪葬了 他俩全封伶俐 朝朝事事 似乎要置对方于死地 可若是戏桥 又次次避开要害 我在一边哭笑不得 一句话打断了他俩的缠斗 今晚我下厨 谁在打架 就不准吃晚饭 沈清禾立马收手 韩昭趁机踹了沈清禾一脚 麻溜地爬了起来 举起双手无辜道 我没打他呀 踢人可不算打 好在沈清禾大度 没和他计较 晚饭我坐了满满一桌子 他俩狼吞虎咽 吃得像是饿死鬼投胎 我们边吃边聊 又开了几坛酒 一直喝到月上中天 我醉着问沈清禾 为何去了这么久 才回来 此时他已经灌下 两坛女儿红 舌头大的话都说不清 含糊道 局势危急 我一路快马加鞭 跑死了两匹马 才好不容易到了武书城 可武书城的守将 向荣哥却是个死脑筋 任我怎么游睡 他都只会回我一句 五虎符 不出兵 连着耽搁了几天 我实在没有法子了 只能用药迷晕了他 偷了他的虎符 听到这 我忍不住拍着桌子 哈哈大笑 沈清禾 你也有偷东西的这一天 他眯起眼 继续说道 趁他昏昏大睡的时候 我在武书大军前 亮出了虎符和皇上的信物 当着所有人的面 我说皇上下令派我求援 而向荣哥已经将大军交付于我 他们都信了 跟着我浩浩商商来了墨城 那向荣哥还在床上梦会周公呢 韩昭捧腹大笑 激动地打翻了酒碗 我倒是想到了些什么 问沈清禾 你就不怕向荣哥状告天子 我在向荣哥的桌子上 留了一封信 那是我将上乘皇上的奏章 里面写着墨城与昆拓突袭 大军围困期间 向将军率军支援墨城 解墨城之威 当论功行赏 要是咱们输了 他可以供出我私自调动军队 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而眼下打赢了这仗 我把功劳拱手相让 他断没有不要的道理 他这般大度 又丝毫不提千里奔袭的苦楚 我一时不该如何反应 只能道 这次多谢你了 敬你一杯 杯盏相撞 沈清禾一饮而尽 擦干嘴角的酒渍 默默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只怪自己还是回来晚了 害你身陷危局 韩招摇摇晃晃地站起身 用手挡住沈清禾的目光 哎哎哎 这是我的媳妇 你不许再看 沈清禾拍掉韩招的手 一份填膺道 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韩招理直气壮地敲桌子 救命恩人也不行 沈清禾一下子泄了气 垂下头 声音带着一丝沙哑 我倒是真羡慕你取了深北 可一切都只能怪我自己 东的一声打断了沈清禾的后半句话 喝懵了的韩招从椅子上栽了下去 倒在地上呼呼大睡 留下我和沈清禾面面相去 我一个人拖不动韩招 还是沈清禾帮我把他背回了房 沈清禾放下韩招 转身将要离开之时 我叫住了他 清禾 过往的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以后只管向前看吧 好 他说 他没有回头 只给我留下一个轻瘦的背影 一步一步消失在浓重的夜色里 第二天 沈清禾就离开了墨城 他走的时候 谁也没说 客房收拾得干干净净 一如他来时那样 只是 在桌子上多出了一封和离书 他终于肯在和离书上签字了 这也意味着 所有恩怨已清 我与他再无半分关系 韩招喜滋滋地捧起和离书看了又看 他左瞧右瞧 趁边上没人 凑在脸颊上亲了我一口 这下我可放心了 那沈清禾再也不能和我 抢娘子了 我笑话他胸无大志 单于儿女情长 他牵起我的手 说娘子就是我的志向 我打趣道 同我结婚 你就这么欢喜 韩招神色认真 一字一句说道 欢喜 这是我命中最欢喜的事 他眼眸深深 满目深情揭示我 韩招伸手拦我入怀的刹那 我却突然想起 今早在抽屉里看到的那只钱袋 那只我出来磨成时 被小偷偷走的钱袋 静静地躺在韩招的书房里 接着 他的吻落了下来 亲得我的脑子 凝成一团江湖 我迷迷糊糊地想 算了 饶他一命 毕竟 偶尔当个糊涂鬼也不错 我迷迷糊糊地想